我缩在角落里 竖起耳朵 仔细听着房间内的动响 有两个男人在不远处交谈着 声音不高 却恰好能让我听清楚 其中一个我认识 是把我一路绑来此处的 晋朝将军林白宇 而另一个 我是第一次听见 林白宇说 陛下 当时臣和大军深陷大漠 正是这丫头带着陈走出来的 才不至于全军覆没 但后来 此女子竟一路尾随大军 不知出于何目的 陈便将她抓了来 还请陛下处置 这是说到我了 我咬紧了嘴里塞的布条 听得越发仔细 许久都没有听到回应 不一会 有沙沙的脚步声 向我的方向走来 我紧张地 又往角落里缩了缩 要是被他们发现 手上的绳子 早就被我偷偷解开了 那就全完了 有个什么人 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我心里正打鼓 却瞬间 眼前大亮了起来 头上的黑布罩子 一下子被揭开 我下意识地闭紧了眼 逆着光向前瞧去 我在眼皮缝里 看见面前蹲着个小白脸 虽然眼睛被光刺得有些痛 可我的第一反应竟是 这个小白脸 长得还挺好看的 接着 我便听见她用略带戏谑的腔调说道 留着吧 之后有用呢 戴眼睛完全适应了光亮 我立刻悄悄窥探起周围的环境来 这是一间很大的房子 或者说 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房子 我却并不关心其间的陈设 目光迅速锁定在 离我最近的左起第二扇花窗上 心里不禁一阵善笑 窗户座那么大 翻窗逃出去 简直易如反掌 小白脸蹲在我面前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 问 老实交代 你来长安究竟有什么目的 我的眼神变得越发可怜 就在她嘴角要挑起一抹 杨威的绩效时 我迅速正开了手腕上的绳索 无紧肚子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撞开窗户窜了出去 屋里那两个傻子竟然丝毫没有反应过来 连喊都没来得及喊一声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内心一阵狂喜 正要为了重获的自由 扶掌大笑 一脸的得意 却全都僵在了脸上 因为窗户外面 站着至少一百个穿铠甲的士兵 全都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拿下 林白雨淡淡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在背后黑手把我拍晕过去之前 我听见小白脸悠悠地问了句 这姑娘 脑子莫不是有什么毛病吧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的地方已经变成牢房了 我五着落枕地搏梗坐起来 将手搭在了隆起的小腹上 咕噜一声 肚子很不合时一地动了一下 我爱怜地俯了俯肚子 忧愿地叹了声 我饿了 我就这样被关在牢房里饿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 却有两个军中打扮的人闯了进来 不由分说 就将我嫁出了牢房 我饿得眼冒金星 根本无力挣扎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刑讯柱上 刑事里一片阴潮 面前的炉子里用探微着几块发红的烙铁 不时发出噼啪的声响 让人觉得并不怎么愉快 我此时方决出害怕来 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结结巴巴地问 你 你们要做什么 军官拿起一块烙铁 在我面前比划了两下 冷面问道 你混入军中 究竟是不是突厥的戏作 戏你个头做呀 我崩溃大喊道 你们城里人是不是都有被害妄想症啊 军官却丝毫不为所动 逼问道 那你尾随大军来长安是要做什么 就在烙铁要落到我脸上时 我承认我耸了 大叫道 我说 我说 我是来送信的 一声轻笑 从门口处飘来 之前与林白雨在一起的那个小白脸 从暗影中 从暗影中走了出来 他副手在我面前站定 笑咪咪地说道 还以为你能多硬气 我瞪他 想骂一句王八糕子 却不敢说出口 小白脸十分欠揍地瞥了我两眼 忽然出手抓上了我的肚子 把我一直绑在身上的包袱扯了下来 你别动我东西 我怒道 小白脸颠量着我的包袱 问道 你说你一个小姑娘 装什么有韵呢 我从牙缝里渗出几个字 我乐意 小白脸笑了笑说 行了 不吓唬你了 他挥了挥手 示意军官把我从刑讯柱上放下来 我饿得真是半分力气都没有了 脚刚粘地 便一软向下栽了下去 小白脸健壮 伸手想要扶我 被我很有骨气地拒绝了 其结果就是 我直接趴到了他脚边 他的靴子上用金线绣着些飞龙暗纹 看起来就跟活得一样 我昏头昏脑地想 这玩意要是一锅炖了 应该也挺好吃的吧 这样的场面 小白脸似乎喜闻乐见 他夺不到一旁坐了 悠然吩咐道 把东西端上来吧 我原本打算自暴自弃地 趴在地上不动了 却突然闻到些肉香味 直往我鼻子里钻 我垂死病中 惊作起 爬起来 看到那小白脸 正拿着一把羊肉串 慢条丝里地在炭火上烤着 那方烙贴的炉子 那半天是个烤炉啊 小白脸举起一串滋滋冒油的肉串 朝我招了招手 过来一起吃啊 我压了压疯狂往外涌的口水 矜持到 贫者不时接来之时 呵 他怪笑了一声 就在我以为 他要继续劝我的时候 这混蛋 居然拿起一串 自己吃了起来 闻着那焦香 肆意的肉味 每一刻对我来说 都像是在上行 小白脸嚼得很慢 吃完还不忘用帕子擦擦嘴 看着我说 这不算接来之时 算是礼上往来 你帮我做些事 我保证你顿顿有肉吃 我咽了咽口水 等他继续说下去 听说你很熟悉大漠的路 我咽了咽口水 点了下头 干我们送信这行的 要说认路 大漠上我称第二 怕是没人敢称第一 我需要你帮我画一幅 详尽的漠北地形图 从敦州起 跨过突厥 直到乌孙 越详尽越好 我咽了咽口水 心里盘算着 跟在西北风餐露宿比起来 在屋里坐着 就能有吃有喝 好像真是一笔 很划算的买卖 以及 我如果再不吃饭 可能真的要饿死了 成交 我打了个响指 先威逼 后利诱 这小白脸 有几分手段 小白脸看着我的吃相直发笑 他问我 你几年没吃过肉了 我两腮骨得像仓鼠一样 含糊说道 嗡你三天试试 他只是笑 又递了一串肉给我 说 之前那样对你 只是为了确认 你对我潮无害 职责所在 万望见谅 他们汉人说话 总喜欢文周周的 我豪爽地一抹嘴唇说 不打不相识呗 我只是不记仇 但要说不生气 那肯定是假的 在肚子得到羊肉串 充分的安慰后 我很严肃地清了清嗓子 对小白脸说 帮你做是可以 但在那之前 你还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小白脸打了个请的手势 我望向他很认真地说 我要见你们晋朝的皇帝 小白脸噎了一下 抬起自己的袖口 把上面袖的龙纹 在我眼前晃了又晃 我没明白他在做什么 在确认我的确不瞎后 小白脸叹了口气问 那你见皇上想要做什么 送信 我答道 小白脸挑了下眉 向我伸出手说 拿给朕看看吧 我抱紧了包袱 这可不行 你这人怎么能看 别人的私信呢 小白脸顿了顿 一脸无奈地说 你为什么不觉得 朕就是皇帝呢 我愣了下 玄机大笑道 你可别忽悠我了 你不是姓碧吗 我都听见林白雨喊你陛下了 小白脸用一种 关爱傻子的眼神 看了我片上 慢慢说道 你不知道吗 陛下 就是其他人对皇帝的尊称 我实话了 不好意思 我们小地方来的人 对你们城里人这些规矩 是真的不懂啊 我盯着皇帝看了半天 摇摇头说 不对 皇帝插着手 已到了椅子背上 满脸期待着 我还能再说出什么鬼话 我说 写信的人跟我说 晋朝的皇帝都五十多岁了 你看着也就刚到二十吧 他说 嗯哼 我接着说 写信的人还跟我说 皇帝身边会有很多人跟着 你怎么就光棍一个 他说 啊哈 林白宇和他带的那些人 全都听证的 我又问 写信的人还还跟我说 皇帝手上习惯带一枚玉斑纸 你有吗 他说 哦吼 皇帝伸出左手摆在我眼前 我一看还真有 他的拇指上 带着一枚银润剔透的玉斑纸 看起来很不便宜 我陷入了沉思 种种迹象表明 对面这人说的应该不是假话 皇帝想了想 开口道 我觉得吧 你说的那个人 可能是我爹 我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问他 那你爹在哪呢 皇帝脸了笑容 垂着眼睫说 我爹 已经病天三年了 嗯 我缩回到椅子里 想着应该安慰他几句 却对这种事 又实在没有经验 毕竟我连自己的爹娘 长什么样子 都从来不知道呢 皇帝倒没有难过太久 他往前探了探身子 问我 所以那封信 现在可以给朕了吗 我点了点头 拿过我的包袱 在里面一通翻找 写信的人跟我说 这封信过于重要 宁可毁了 也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可作为一个 职业操守良好的信使 我怎么能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呢 因而 我伪造了百时来风 无关紧要的信 混在一起 只有我才知道 那封信才是真的 然后 我又把包袱团成了个球 贴身绑在肚子上 总不会有人 无聊到 去摸一个有孕之人的肚子 是真是假吧 我从包袱里摸出一封 写着父亲安起的信 递给皇帝 他起了信封 从中抽出两叶薄薄的纸来 可方看过了开头两句 他却顺时变了脸色 把白鱼喊来 皇帝向身旁军官吩咐道 步履匆匆忙地往外走 就跟他说 与宁有消息了 我怕再被关在那鬼地方 饿上三天 忙跟在皇帝身后 一起出了牢房 林白鱼赶到的时候 眼眶微微有些泛红 他对皇帝行过礼后 张了张口 想要说什么 可见我站在旁边 却欲言又止 皇帝看了我一眼 说朕让人带你去沐浴 你若还有什么想吃的 尽管跟底下人要 说完 他便拉着林白鱼 匆匆进了店门 我的天 我整个人惊呆了 这俩人 究竟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然而 我很快就把这茶 忘在了脑后 因为在皇宫里洗澡 也太有意思了吧 青梅和青杏把我带到了浴室里 他们俩也不说话 上来就要截我的衣服 我被他们碰得直发痒 捂着领口咯咯笑着说 两位姐姐 你们出去吧 我自己来就行 青梅却很固执 姑娘 陛下吩咐过的 还是让奴婢伺候您更衣吧 他们似乎很怕皇帝 我妥协了 由着青梅 把我身上的衣服 一件一件脱下来 交到青杏手中 在脱下最后一件礼仪时 我却注意到 他俩的神色 明显致了一下 我知道 应该是我身上的伤疤 吓到他们了 我一脸轻松地解释 我们常在大漠里行走的 有个磕磕碰碰的很正常 都快好了 不疼的 这话并不假 后背上最长的那道伤 是在被突厥人穷追猛赶的时候 一鞭子抽出来的 家都已经结了 要不是被人看见 我都快忘了这回事了 我坐在水汽阴晕的浴桶中 青梅和青杏 轻柔地往我身上撩着水 在我喋喋不休地跟他们聊了许多之后 两人终于愿意和我正常对话了 轻性揉着我的头发 天头看向我 姑娘 您带的这个坠子 可真好看 我低头看向我颈尖的玉坠 那是一个柳叶形状的坠子 此白间透着几抹如棉如续的翠绿 此时被温水浸润过之后 贴在身上有些暖暖的 这个呀 是我有记忆起就戴在身上的 可我却不知道 这东西是谁给我戴上的 与我而言又有什么意义 只是冥冥中觉得 这东西很重要 不能丢 我在玉桶中泡了小半个时辰 起身的时候 青梅拿一块大绸子 裹住了我的全身 怎么觉得自打有了他俩 我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呢 轻性用漆盘端了一套 汉人女孩的衣裙 向我服了服说 姑娘 您没有换洗的衣服 陛下让奴婢取了 招宁公主的旧衣 您先将就一下 我拿起衣服看了看 我随随便便就穿人家衣服 你们那个招宁公主能同意吗 青梅笑得有些无奈 姑娘 公主殿下六年前 就嫁去乌孙了 我正住了 因为我好像突然明白 拖我送信来长安的那个人 究竟是谁了 青梅和青姓 把我带到了一间满是书籍的房间里 之后便都退了出去 我原想在这里等皇帝和林白宇回来 可直到后半夜都没见着人影 我呵呵一笑 他俩保不齐早就找个什么地方睡觉去了吧 我实在是太困了 随便全在了方榻上就睡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很亮了 迷迷糊糊间 看见书案前坐着个人影 我眨了眨眼睛 看清那个人是皇帝 他今天穿了一件月白色的长衫 拿着书卷坐在光影里 有种如雕如灼的温润 他看书看得很认真 完全没有注意到 我是醒着的 我可以躺在榻上 一直这么偷偷地看他 哪想到他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突然朝我瞄了一眼 醒了 他好像是在这里 一直等着我醒过来 我做贼心虚地坐了起来 这时才发现 身上不知何时多盖了条毯子 嗯 我抱膝缩在榻上 尽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昨夜湿了头发 并没有梳起来 现在松松软软的 散了满肩 皇帝走过来坐到我对面 温言说 受了那么重的伤 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啊 青梅和青杏 竟然这么快就把我卖了 他从袖中摸出一个小瓷瓶 放在我面前的小脊上 以后早晚记得让人给你涂上 省得留下巴 我把下巴枕在膝上 扑得一声笑了 你们汉人的女子 全都这么娇气吗 你们汉人 皇帝挑了挑眉 反问我一句 你不是汉人吗 我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究竟是哪里人 我生在大漠 静朝 突厥 乌孙 我都到过 可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更不知道家在哪里 皇帝审视了我虚余 说 你自己去照镜子看看 你的长相 哪有半分一族人的模样 皇帝把我带到了一方同镜前 看见镜子里的人 我有些愣神 之前在西北席天墓地 什么样的衣服都穿过 除了在河边挤水时 也很少去注意 自己长得究竟是袁氏匾 而现在套进这件汉人衣裙里 我的模样 真的与那些汉人女子并无二致 甚至在不说话时 眉眼间也戴上几分温婉 还真是挺娘的 不知怎地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 那个在西北孤月下 托我要将信送来长安的那个人 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 我遇到她时 她与几个乌孙移民 为躲避突厥人的追杀 逃到大漠深处迷了路 是我偶然遇到那群人 把他们从沙漠中带了出来 她说 自突厥人控制了河西 我有四年多没听到过中原的消息了 她说 我之前托人送了那么多信 全都石沉大海 你可一定要帮我 把这封信送到长安啊 可她又说 要是实在送不到 那就算了吧 这一路上千难万险 你一个小姑娘 我哪能叫你白白去送命呢 她没有穿汉人的衣服 可她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沉静温和 却让我明白 她一定非常 非常想念长安 我想帮她 即便那很难 而我现在穿着她曾经穿过的衣服 忽然间就尝到了一点点思念的滋味 我若真是个汉人 好像也还挺不错的 皇帝见我在镜子前发呆 在我耳边打了个响指 把我拉了回来 她笑 怎么 被自己的美貌迷住了 我懒得理她的调侃 我只是想到 我给那么多难来北往的人送过书信 会不会有一天 我也能收到亲人给我的来信呢 我隔着衣服 摸了摸贴在胸前的那枚柳叶坠子 第一次开始琢磨 这东西没准会是我爹娘留给我的什么信物 思绪莫名被打断 我听见皇帝在我耳边问 对了 还未来得及请教 姑娘该如何称呼 我答 一一 一一 是哪两个字 我用手在空中笔划了两道 我其实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 自从我有印象起 周围人都这么喊我 为了方便 我写名字的时候就用了这最简单的 他浅浅笑了下 拉着我到了书岸边 皇帝提笔战末 在白纸上落下了两个字 一一 他看向我 一个小建议 以后别人再问你 你就说你的名字是这两个字吧 我看着纸上笔画勾连的字迹 问他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呀 所谓一人 在水一放 我不懂装懂地点了点头 好像是比之前的名字要好听许多 我点着下巴 礼尚往来地问道 那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皇帝哈哈笑了一声 你可是第一个敢直接问朕名讳的人 旋即 他在纸上又落下两个苍镜而有力的字 雨安 为了能尽快画出一份详尽的漠北地形图 萧于安辟了宫中的刘月阁给我住 但把我安排在了林白宇的麾下 说实话 对林白宇这个人吧 我其实是有那么一点崇拜的 在大漠的时候 我见过林白宇的功夫有多厉害 一起策马 披荆斩棘 虽然他当初在抓我的时候 也同样是那么暴力 要是我也能有这么深功夫 那我在大漠上就再也不怕被人欺负了 制图的工作庞杂且精细 林白宇手下除了画师外 还有十几个籍贯为西北的文官 以及随他深入过漠北的兵士 我只能停着我的记忆 口述出这一路上会经过的山川河流 郡县村落 但未求准确 还有大量的史料需要翻阅 这一整个屋子里干活的人都比我年长 帮他们跑腿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 藏书阁的架子很高 从高处抠书的时候 很容易手一滑 三寸厚的骨骑就直接朝着我脑袋拍过来了 在第三次林白宇帮我打飞了 差点砸在我头上的书的时候 我实在忍不住对他说 林将军 要不我拜你为师吧 林白宇爽快地一笑 拜我为师可以啊 不过我得先测测你的水平如何 但很快我就发现 林白宇这纯属多此一举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 飞舞点心这个词 用来形容某些人是多么的贴切 比如现在的我 既我沙袋跳不过 摸高够不着 在梅花庄上摔了个狗吃屎之后 林白宇插着腰摇了摇头说 依依 你这不行啊 还是得从基本功练起 我横行大漠多年 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窝囊过 晚上我回到住处 推门就吼道 青梅青杏 赶紧过来帮我 我抬起一条腿就往墙上架 对一脸猛逼的青梅和青杏招呼道 来 你俩帮我把腿往上抬 我还就不信了 我至今还能撑不开 然后 那天晚上 从我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 让我似乎又重新听到了 大漠上野狼的呼唤 青梅正抱着我 帮我拔腿往墙上压 却忽然听到 青杏焦急地喊道 姑娘 姑娘 我和青梅瞬间安静如鸡 因为青杏旁边还站着个人 那个人我认识 是萧鱼安身边的高公公 高公公看着我有些无语 抿了抿唇道 那个 姨姨姑娘 陛下和林将军 恰好路过刘月阁 拆老奴进来问问 姑娘可是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一个跟头 差点闪了腰 我忙跟着高公公出去 见萧鱼安和林白宇 正站在庭院里的一棵银杏树下 月色融融 秋风袭袭 树枝摇摆地沙沙作响 林白宇一看到我就笑 姨姨 这么刻苦呢 萧鱼安斜了她一眼 你们俩在搞什么名堂 林白宇对萧鱼安 微攻了身子回禀道 回陛下 姨姨说想拜臣为师 学些功夫 这正在加紧练习呢 嗯 萧鱼安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转头对林白宇说道 白宇 你这倒提醒朕了 朕听说 制图须考究的史料卷制好凡 怕依依一下子消化不了 你觉得 朕用不用找个先生 给他补补文字功底 我立刻跳起来 胡乱摆手道 不用 不用 我念的书已经够多了 若让我坐几个时辰不动 听那些天书一样的知乎者也 还不如给我一刀来得痛快 林白宇却心领神会 欣然对萧鱼安说 陛下圣明 臣以为理应如此 萧鱼安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 如此甚好 那朕去安排吧 看着他俩言笑奄奄离开的背影 我攥紧了拳头 甚好隔头 萧鱼安 你就变着法地坑我吧 我恨萧鱼安 在他的英明决策下 我终于过上了惨无人道的生活 早上 萧鱼安去上朝 我要跟着林白宇练半个时辰的功夫 然后去画图 下午 萧鱼安去披折子 我要去听一个时辰的精识子集 然后去画图 然而 我也没让萧鱼安过得多痛快 给我上课的第一位先生 是个白胡子老头 一张嘴就是满口的人意道德 忠君爱国 萧鱼安来查我功课的时候 我奄奄地说 先生讲君臣之礼不可费 陛下 要不我给你磕个头吧 就算我出师了行不行 萧鱼安一脸尴尬 之后 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先生 给我上课的第二位先生 据说是个什么国子贱祭酒 他手下教过的名流无数 遍及朝野 上课第一天 这位祭酒大人 先语调高亢地迎了一曲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吓得我不小心 打翻了桌上的宴台 见了满身的墨 不过也有个好处 在他洪亮的声音下 我上课再也睡不着了 这天萧鱼安和林白宇 进来的时候 祭酒大人正眉飞色舞地讲着 卷我屋上三重毛 我使劲给他识眼色 奈何先生太投入 一点都没看见 以至于他讲到激动处 想振臂而忽实 差点掀翻了萧鱼安的法官 祭酒大人哆哆嗦嗦地 给萧鱼安行了礼 我也很识趣地把座位让给了萧鱼安 萧鱼安拿起桌上的诗集翻了翻 看向我说 考考你 我惊了 没人说过还要阅读并背诵全文的呀 祭酒大人呵呵一笑说 依依姑娘聪慧非常 陛下淡问无妨 我去他的 萧鱼安悠闲地清了清嗓子 碧玉装成一束膏 下一句是什么 这句话我好像看到过的 下句是什么来着 我看了看萧鱼安 又看了看林白宇 试探着问 福 芙蓉丈暖度春宵 萧鱼安挑了下眉 再下句呢 我寻思着 他能往下问 那应该是答对了呀 一拍大腿直言道 但是龙成妃降在 从此君王不早朝 萧鱼安和林白宇对视了一眼 不知道是谁先没绷住 喷勃而出地狂笑了起来 祭酒大人却不知什么时候 早就腿软地默默跪下了 我看他脸上的表情 真的是快哭了 从那之后 我也再没见过这位 祭酒大人了 我以为萧鱼安会就此放弃 给我补习文学知识的意图 不曾想 他竟窃而不舍地 给我找了第三位先生 我粘头大脑地进了同文馆 却发现屋内静悄悄的 并没有先生像往常一样 早就等着给我驯化了 我轻咳了两声 小声问 有人吗 不多时 从屏风后走出来个人 那是个头发 有些花白的中年男人 他手里拿着卷书 眉眼间带着几分 读书人特有的儒雅平和 见了我 他和蔼地笑了笑 问 你是依依吧 我有一瞬的正宠 不知为什么 我莫名觉得他很熟悉 仿佛之前在哪见过一般 我点了点头 不情不愿地问道 先生 我们今天要讲些什么 那人浅浅一笑道 不忙 今天咱们只聊天 不上课 他让我坐下 又搬了一方矮凳 坐在我对面 他的笑容依旧可亲 对我说 我叫柳妍 你直接叫我的名字可以 喊我先生 也可以 咱们不做师生 先从朋友做起 我对他并不排斥 偏头问他 那先生 我们要聊些什么 柳妍两手放在西头 我听说 你是从西北大漠来的 我安静地恩了一声 他笑道 可真是巧了 那个地方 我也去过的 依依 你可知道 这敦州城 有什么来历 敦州 我道过好多次的 那是静朝最西端的城池 过了敦州 便是突厥人管辖的地界了 柳妍听了我的回答 汉手道 不错 那还有呢 敦州城上的牌匾 你可知有何来历 我摇摇头 细想想 每回到敦州 似乎都只是走马观花的转一圈 除了看个热闹 其余的好像什么都没留下 柳妍哈哈一笑 说 依依 你看 你虽在西北长大 可知道的事情 还不如我这个外地人多 那天下午 柳先生给我讲了敦州几百年的历史 其间有战乱 有盛世 有繁华 有悲歌 我听得如痴如醉 待他停下来时 我甚至还求着他多讲一些 柳先生喝了口茶 看向我说 依依 咱们不是聊天的吗 可是这半上都是我在说 你怎么不跟我多说些呢 我词穷 我虽在大漠游走了那么多年 可若真要我正经讲讲那里的故事 却好像一句都说不上来 柳妍站起身来 笑容深长 古今中外 诗词歌赋 论哪一件 我都能与你说上半日 可是依依 你又能跟我聊些什么呢 我忽然就有些失落 要是不多念些书 连和柳先生这样的人聊天 都不配呢 我很喜欢柳先生 每日下午去同文馆的那一个时辰 成了我一天当中最期待的事 后来萧于安告诉我 柳先生是大进的柏远侯 也是晋朝出访西域的第一人 二十六年前 柳延率众初始西域 归国途中 却被突厥人所结 移去八年 十八年前 柳延拼死逃回长安 带回了西域的消息 十六年前 先皇井仁帝出兵与突厥宣战 将突厥人赶出了河西一带 河西自此纳入了汉帝的版图 此后数年间 晋朝与西域诸国开辟商路 互通有无 以敦州为首的西北边境 日渐繁荣起来 六年前 乌孙使者从西域不远万里 出使至长安 并为乌孙王向晋朝求娶一公主 以劫殷亲之好 井仁帝以国事安宁为重 将唯一的女儿昭宁公主 嫁给了乌孙王 四年前 突厥人卷土重来 灭了乌孙 重新控制了敦州以西的地带 乌孙王战死 晋朝又一次与西域断绝了联系 昭宁公主也再无音信 一年前 萧鱼安派林白宇再探突厥 但这次似乎运气不太好 大军在沙漠里迷了路 林白宇连突厥人的影都没见到 却遇见了我 一个月前 我跟着林白宇来到了长安 带回了昭宁公主的书信 晚上 我枕着手臂躺在床上 回想起了萧鱼安白天对我说过的话 一一 咱们汉人千百年来 都讲求一个落叶归根 所以柳侯叶 昭宁姐姐 白宇还有我 无论身在何处 心中割舍不下的 始终都是长安 所以我很高兴你能到长安来 希望有朝一日 你也能找到自己的根 我翻了个身 脖子上的玉柳叶滑落到肌肤上 触感微凉 长安 我好像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了 长安的天气渐渐转凉了 墨北地图的绘制 也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林白宇每七日 会向萧鱼安 禀报一次地图绘制的进展 每回这个时候 他们二人总会闭门谈到很晚 而萧鱼安为了方便 也将我们绘图的地方搬到了明记书馆 每日的事务结束后 我都会留下来整理各类史料 因而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明记书馆的 书馆紧邻着建章殿 那是萧鱼安处理政务的地方 每次我熄灯时 也恰好能听到建章殿落索的声音 萧鱼安这个皇帝坐得勤勉 丝毫不比底下人过得轻松 这天我出来得稍早了些 路过常乐门往刘月阁走的时候 恰好遇到萧鱼安的鞛架 也经过此处 一一 萧鱼安喊住我 从鞛鱼上走下来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去 陛下 我对他脸刃扶了扶身子 答道 我每天都到这个时辰 今日还早了些呢 日日与那些官职在身的人处在一起 我对宫中的礼节 也早已了如指掌 萧鱼安抬头看了看高渺的夜空 对我说 回去正好顺路 一起走一道吧 我与萧鱼安并肩走在宫内的永道中 夜晚的皇城很安静 涌到两侧常燃的灯火 像是点点星河 照亮我的裙摆 和萧鱼安清朗的眉目 萧鱼安问我 一一 我其实很好奇 你对大漠的路 怎么能那么熟悉的 我低头玩耳 很多时候 其实都是被逼的 萧鱼安偏头看我 等我继续说下去 夜凉如水 我与萧鱼安 续续讲述着我的过往 我是在敦州城外的一个小镇里长大的 那地方处在靖朝 乌孙和突厥交界的地方 有许多在沙洲上往来的商客 会在那里歇脚 从我有印象起 就住在镇上的一个善堂里 善堂里有很多孩子 或是没了父母 或是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谁 那里有乌孙人 突厥人 汉人 也有像我这样 压根不知道是哪里的人 管善堂的是对老夫妇 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 我小的时候 日子过得还算太平 那位老先生会教我们念书十字 老大娘就给我们洗衣做饭 小时候 我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晚上和小伙伴们躺在沙地上 一起看天上的星星 我抬头望了望漫天星河 对萧宇安说 长安很好 但是这里的星星 却没有大漠的明亮 萧宇安驻足 和我一起望向了星空 长安城的星光 都散给了万家灯火 不过之后 若有机会 我倒也真想亲眼看看西北的天空 我们一起 沿涌道许许走着 我接着讲道 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突厥人出兵灭了乌孙 我们那个镇子 也被突厥人的铁蹄冲散了 许许多多的人都没了家 流离失所 当时擅堂里的一个大哥哥 带着我们几个年纪小的逃了出来 可整个大漠上都兵荒马乱的 实在不知道怎么活 我就跟着他们去当了飞贼 飞贼 萧宇安惊叉道 我摆了白手 不是你想的那种 伤天害理的事 我可没做过 突厥人经常会打劫 那些大漠上的商客 我们就会再偷偷去拿突厥人的东西 分给那些没有吃的老人和孩子 萧于安听得很入神 挑起大拇指向我笑道 姨姨 我可真是都有些佩服你了 我耸耸肩 没什么可佩服的 都是没办法的事 那段时间 我们过的日子 就是天天在大漠上被突厥人追着跑 有时候 跑到不认识的地方迷了路 就得想办法走出来 不然就得喂狼了 久而久之 就练出了这身认路的本事 萧于安却还有些意犹未尽 问我说 那后来呢 怎么不当飞贼了 我哼了一声 难不成你还觉得那样的日子很好过 后来有一次 带着我们的大哥哥 跟突厥人正面交了风 就再也没回来 我们几个小的 没本事跟突厥人硬碰硬 就只能都自谋出路了 萧于安有些探满 他默了默 呼对我说 依依 我会重新还西北一个太平日子的 到时候 再也不会有孩子 像你们这样颠沛流离了 我看向萧于安 他的双眸在星夜下 透着一抹刀锋一般的锐利 我相信你 我抿嘴笑了 希望到那个时候 西北的娃娃们 都能被父母疼爱着长大 萧于安跟着也笑了 他问我 依依 那你有想过 去找找你的家人吗 我想了想 从林口掏出那枚柳叶坠子 拿给他看 我能想到 与我家人有关系的 好像也就这么个东西了 除此之外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天大地大的 让我去哪里找呢 萧于安托起我的坠子 看了看 很认真的说 依依 这东西质地温润清透 看着不太想寻常人家的物件 如果你想 我可以帮你的 我有片刻的犹豫 但还是垂下眼 摇了摇头 可我又害怕 怕他们早就不在了 或是根本不想要我 到头来 只是空期待一场 萧于安看着我 眼神有种 雨后出几般的温柔 他伴着叶峰说道 依依 你这么好 怎么会有人不想要你呢 自那次之后 我偶遇萧于安的次数 变得多了起来 他总是会陪我走上一段 把我送回刘月阁 再自己折回寝殿 进了冬月 绘图的任务变得更繁重了些 以至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梦见的都是自己 埋在山高的纸张里 勾勾画画 这天我正被一堆史料 折磨得焦头烂额 林白宇却突然过来 敲了敲我的桌子 说 依依你过来 我跟你说点事 他领着我走到了最前面 对一屋子服案疾疏的人说道 诸位请停一下 本将奉圣命 许去京西大营寻访几日 然志图之事不可耽搁 本将不在的这几日 统筹之事就交于依依负责 万望诸位配合 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 我拉了拉林白宇的衣角 捂着嘴小声说 不是 师父 这是我哪干的了呀 我自己那摊事 已经够乱的了 林白宇低声道 你对墨北之事最为熟悉 这件事非你莫属 况且 陛下那边还需要承报 会图的进度 交给别人 我不放心 其余人见我俩交头接耳 渐渐骚动了起来 我师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我硬着头皮也得上了 我对各位同仁抱了抱拳 嘎笑道 在下不才 那就拜托诸位配合了 这么个重担压在身上 我一晚上没睡好觉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赶去了明记书馆 可让我惊讶的是 书馆里 竟一个人都没有 直到比原定的时间 过了一炷香 才终于有人慢悠悠地 走了进来 看着这么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我有些无奈 却也不得不清了清嗓子 严肃道 诸位 林将军这次一去 十日之后才会回来 可六日后就要向陛下 承报 会图进度 请各位一定不能松懈 底下人懒洋洋地 应了一声 我咬了咬牙 回到我的位子上 继续做自己的事 直到一个时辰之后 明记书馆的人才 终于算是聚齐了 最后一个进来的人是王继 五十多岁的人了 在这一众文官中最为年长 我盼星星盼月亮 可算把他盼来了 今天有份曹韵钢药压在他那 要是写不出来 我们谁的事情都没法往下进行 纵使心里不爽 我还是端了杯茶给他 满脸堆笑地问 王大人 那份曹韵钢药 今天能给我布 王继看了我一眼 笑了 小姑娘 你看 我都这把岁数的人了 家里还有一堆孙子孙女需要照顾 你非让我今天写出来 不是要老夫的命吗 我有点急 可你昨天不是答应过林将军 今天能把东西给我的吗 王继捂着腰哀忧了两声 善笑道 小姑娘 你还没成婚 好多事你不懂 我昨天怎么会知道 今日能闪着腰呢 老夫这身子骨 可真经不起折腾了 今天得早回家养着去 周遭传来几声 不怀好意的低笑 对 我算是看明白了 林白宇不在 我压根管不了这群人 我没辙了 两天下来 进度出奇地慢 几乎所有人手里 每天都有未收尾的杂事 我掐了掐没心 一个人忍着破天的困意 一件一件地把这些事了结 静夜中有滴答的更漏声 一直陪着我 我推开窗看看 果然又过子时了 在我苦口婆心地磨了三天之后 王继终于不胜其烦 在回府前 把那份欠了许久的曹韵钢药写完 放到了桌上 我忙忙叨叨地理清楚自己的事 又到了很晚 西登离开前 我例行拿起那篇曹韵钢药翻了翻 看着看着 却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昏过去 就那么稀稀落落的几页纸 通天都是错字 有好几个地方 我打眼那么一看 就知道不对 这东西根本没法用 我忽然就有点想哭 今天晚上 我怕是别想回去睡觉了 深夜的明记书馆很安静 我翻书的声音清晰可闻 我正抱着厚厚的水文注解 逐字逐句地核对钢药里的内容 却忽然听见有人喊我 依依 我抬头 见萧鱼安披着风场站在门口 微微蹙着眉 陛下 我想起身影她 可方站起来就觉得眼貌金星 又跌坐了回去 萧鱼安忙过来扶住我 问 怎么这么晚还不走 我看着满桌的书稿 愁得脑袋疼 我抬头看她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萧鱼安的眼神有些责备 在长乐门没等到你 就寻到这里来了 等我 你找我有事 我心计 可千万别是在找我干活了 不然我这小命没丢在大漠里 也得扔在这书案上了 萧鱼安明显治了一下 她叹了口气 拉起我说 没事 回去睡觉 哎 不行不行 我正开她说 这些东西 我今晚必须弄完 我实在等不起再拖一天了 萧鱼安没稍微挑 今晚 必须 我坚决地点了点头 成 萧鱼安撸起袖子 坐到了我对面 那我帮你一起搞 我从来没有 离萧鱼安这么近过 她看书时的模样极为专注 平日里眉宇间独属于帝王的威仪 在这纸墨书卷间 脸为了几缕柔和 我们就在这一方静视中相对而坐 地龙生暖 烛火摇颤 唯有笔尖与纸面的妈撒声 沙沙而响 萧鱼安置笔言墨 看着王继那份 早已被批改得满是勾画的纲要 反倒气笑了 这写的究竟是什么狗屁不通的破玩意 我微睁大了眼看她 皇上 你怎么还骂上街了 难道她不该骂 萧鱼安重新提笔 边写边说 要不是她挖了这么个坑 你我何至于苦熬到这个时候 我气了一声 要不是你非要每七天追杀一次 你我何至于苦熬到这个时候 萧鱼安之我是在开玩笑 低头笑道 那我可真是冤枉 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 竟会沦落到半夜 给个六品文官收拾残局 我忽然有些事 想问问她的看法 轻轻敲了敲桌子说 喂 如果我今天求你宽限些时间 到七天的时候不找你去承报进度 你会答应吗 可以 若求我的人是你 我不会不答应 萧鱼安回答得很快 不过旋即便转了画风道 但这个锅你若是不背 那就得林白宇去背 若是林白宇也撂挑子不干了 那锅就得震去背 若震在迁就迁就 放任逐流 那这事就算是乱了 没个三年五载 这图估计是画不好了 需要做的事情 不会因为推脱就凭空消失 你或许是解脱了 但总有人要去替你承担 本该属于你的职责 我拖着塞 想了想说 我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 推给我师父 他教给我做这件事 是因为信任我 我不想让他失望 可我又人为言轻 那些人根本不听我的 我除了不停地给他们擦屁股 好像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萧鱼安笑着摇了摇头道 依依啊 如果正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也像你这样 那结果就只有一个 是什么 我问 萧鱼安贪手 我早就被累死了呗 我笑出声来 可是又有些发愁 那我该怎么办呢 萧鱼安插着手 已到了靠背上 说 依依 我们是要做好自己应做的事 但是千万不能做烂好人 人都是这样 见你是软柿子 任谁都想上去捏一下 忽有人敲了两下房门 我见是高公公走了进来 高公公对萧鱼安见过礼 恭敬道 陛下 该早朝了 啊 原来天都亮了 可是我还没弄完呢 萧鱼安起身 斩了斩尖背 说 依依 你不是问我该怎么办吗 我教你一招 他替我把书卷都合上 现在 回去睡觉 然后今日告一天假 就说你熬了一晚的夜 病得起不来了 我很困惑 你这算什么办法 萧鱼安挑了下唇角 说 不让那帮人吃点亏 他们如何能知道 你有多重要呢 我听了萧鱼安的话 回到刘月阁倒头就睡 其实也是因为我真的太累了 好好歇了一天 倒是神清气爽 就连第二天的朝阳 我都觉得比往日美艳了些 然而我的好心情 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进铭记书馆 我发现里面早就吵翻了天 见我进门 一群人呼啦啦的全都围了过来 劈头盖脸的就开始质问我 依依 你怎么能一声招呼都不打 就擅自告假了呢 依依 我需要的那本注解 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 你帮我去看一下 依依 这份纲药 最后怎么少了两页 你见过没有 我恼人疼 我示意他们安静下来 一个个说 王继挤到最前面 把他手中的稿纸塞给我说 你看看 我这份曹韵纲药 是不是少了两页 我翻了翻 哭笑不得地说 王大人 这份纲药 就没有最后两页啊 九成的内容 我都替你写好了 就剩下这么两行字 你自己不会补上 或许是我说话的语气有些冲 王继当时就发了火 一 话不能这么说呀 这篇纲药 我前天可就写完给你了 是你自己没改完 怎么反倒成了我的过错了呢 我不禁也有些生气了 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冷笑道 写完了 那你敢不敢拿出来给诸位看看 你写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和 我自己为了改这东西 熬了一通宵 难道还不算人至义尽吗 又是昏天黑地的一顿乱潮 在一屋子人正对我口诛笔伐的时候 忽有人在外高声喊 地下驾到 所有人历时全都安静了下来 面面相去 我的心当场凉了半截 萧鱼安这时候来是想做什么 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一屋子人跪在地上 尽若寒蝉 萧鱼安附着手 壮丝无意地在书馆内环顾了一周 最后坐到了王继的位置上 也是前日我们通宵写刚要的位子 朱青平身吧 萧鱼安道 高公公奉了斩茶给他 萧鱼安掀开盖子 拢了拢茶墨 慢条丝里地问我 一一 这图画得如何了 我眼皮跳了一下 他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其余人更是把头捶得更低 恨不得埋到地缝里去 萧鱼安一直在等着听我的回答 碑盖碰到茶盏 不时发出叮当的声响 在这鸦雀无声的房间里 听得人心惊肉跳 压得我喘不过起来 我咬咬牙 横了一条心说 陛下 明天才是向您承报的日子呢 我们今日还有许多事没有料理完 萧鱼安淡笑了笑说 朕今日恰好无事 就想着过来看看 做不过只早了一日 进度想必也不会差很多吧 把你能说的说给朕听就可 我额头上的冷汗已然冒出来了 我真的什么都说不出来啊 跟林白鱼走的那时相比 这几日实在没什么值得拿出来说到一番的进展 我被架在这火上烤 身后却没有一个人挺我 我豁出去了 不管了 破罐破摔吧 我往萧鱼安面前一跪 说 陛下 我无能 这几日什么进展也没有 我能听见身后有的人 呼吸都变得急促了些 嗯 萧鱼安眉头皱了皱问 可是有什么难处吗 无缘无故的就说你自己无能 这个理由 朕不能接受 我盘算着该怎么打 这个结果眼上 无论怎么说都好像是在告状 得罪一屋子的人简直轻而易举 见我默不作声 萧鱼安随便点了个人问道 赵青 那你说 是有什么难处吗 赵大人被点了名 颤颤巍巍地跪到我旁边 扶地回禀道 回陛下 这也是因为 因为依依昨日无故告了一天假 许多事无他调配 臣等也无能为力呢 我心里冷笑 这群人 真是甩得一手好锅 萧鱼安指尖轻点着桌面 问我 依依 昨日为何告假 我好像有点明白 萧鱼安想做什么了 懒得再绕弯子 直言道 回陛下 前天在书馆熬了一通宵 我病了 萧鱼安嘴角微微向上扬了一下 故作惊诧 熬了通宵 那为何只有你病了 其他爱情怎么没事 我答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 萧鱼安若有所思 转向赵大人问道 赵青 朕着有些听不明白了 你们不应该是通力协作的吗 怎么就只有依依一个人在这熬着 我能清楚地看到 赵大人的冷汗都滴到地砖上了 这 这好像是因为 依依姑娘在改一份什么纲药吧 萧鱼安转向我 什么纲药 拿给朕看看 我正巧手里 还攥着那份 王继早上塞给我的曹运钢药 顺手就递给了 萧鱼安 萧鱼安把纸张 翻得花花作响 越看眉头皱得越深 他从期间抽出 王继写的那几页原稿 举起来问 这东西是谁写的 还没等王继 自己站出来呢 一屋子人的目光 就齐刷刷地向他投了过去 王继面如土色 出列跪下道 毕 陛下 是老臣 萧鱼安把那几页稿纸摔在王继面前 喜怒不变地问他 这个东西 你觉得自己写得怎么样 王继身子折得很低 结结巴巴道 臣 臣已是尽力而为了呀 萧鱼安直接笑出了声 摇了摇头说 王爱卿啊 如果是这样 那朕看你还真是能力有限 萧鱼安收了笑意 夺不到赵大人面前 低头看他说 赵卿 正在问你一次 你现在觉得 难处到底在哪呢 我觉得赵大人已经快吓哭了 他重重顿手道 陛下 臣有罪 臣有罪 臣不该与他同流合污 是他 是王继与陈等说 依依姑娘年轻 不会把陈等怎么样的 林将军不在的这几日 正好能好好歇歇日子 臣不该鬼迷心窍地听了他的话 万望陛下恕罪啊 好家伙 原来中间还有这么一道等着我呢 依依 萧鱼安示意我起来 看了眼王继 问我说 那你现在觉得这件事 应该如何处置 朕给你这个权利 我想了想说 陛下 如果王大人已经知道自己 错了的话 那就 将功补过 这是就算过去了吧 我看见萧鱼安的眉毛挑了起来 好像是在诚心笑话我 他冷声说 拖出去 杖则二十 永不录用 王继直接下昏过去了 萧鱼安似笑非笑 目光在其他人身上一一掠过 语气声寒 诸位可有什么意义 众人如履薄冰地跪了一片 扶手道 陛下圣明 那天 我对萧鱼安又有了些新的了解 他似乎并不像我认识的那样温和 或者 他的温和 只是对我 我把在明记书馆发生的事 说给了柳先生听 听吧 柳先生变笑了 对我说 陛下育人的手段 倒真有些先帝当年的风采呢 我却还有些担心 问柳言道 先生 您说陛下这样的处置 会不会让他们记恨我呢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我总不想一直做个恶人 柳先生坐到我对面 问我说 依依 你觉得大漠上的那些客商 若是去跟抢他们突厥人讲道理 突厥人就会觉得是自己错了吗 我摇摇头 那肯定是不能的 思索片刻后 我说 先生 你是想说 我之前求着他们的做法 就好比是客商 在与突厥人讲道理 柳先生点了点头说 依依啊 很多事情 不是大家只要和颜月色的商量 就能达到目的的 弱肉强食 是这世道上千百年来的法则 这就是人的天性 愿意去服从一个强者 而不愿意去救济一个弱者 我认真地反思了一下 好像真的是因为我在大漠上 被追着打太久了 都快忘记了自己也需要威严 但这一次 我决定试试了 第二天 我故意到明记书馆晚了些 进门时 见人来得倒都挺齐 只不过一个个低着头 生怕被我盯上一样 我装看不见 镜子走到前面 清了清嗓子说 诸位 我向陛下又多讨要了三日的时间 三天后 我会去向陛下禀报 绘图的进展 因而这几日 还需要大家在家把劲 如我所料 一众人跟聚嘴葫芦一样 没有声响 我大声叹了口气 悄悄桌子问道 诸位这是几个意思啊 难不成还想挨板子 有人开始悄悄地对眼色了 我看了看王继之前坐过的空位 摆摆手说 反正我也是个不怕死的 大不了 咱们整个明记书馆一起受罚被 终于有灵力的几个人站起来了 说 依依姑娘 我们需要做什么 但凭您吩咐 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 都说道 但凭依依姑娘吩咐 我点了点头 对大家一了一礼说 那就拜托各位了 看着满书馆的人 服案疾书的样子 我一转身 就捂住嘴 偷偷地笑了 这种不用受制于人的感觉 还真是挺好的 我总算把林白雨给判回来了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这些时日地图绘制的进展条旅 清晰地讲给了肖于安听 但我也没一个人居这份工 我把几天来 每位大人的辛苦 都告诉了肖于安 于是 整个明记书馆的人都得了嘉奖 现在的我 在书馆里 简直是个吉祥物一般的存在 连林白雨见了 我都开玩笑说 依依 我怎么觉得我出去这一趟 回来明记书馆 都不需要我了呢 要不我让贤给你吧 我脑袋摇得像个波浪鼓 别别别师父 这差事还是你做吧 我现在只想回去好好睡一觉 有了林白雨在 我身上的担子 历时轻松了许多 从明记书馆出来的时候 天还没有黑 斜阳将功延染得一片金灿 我才恍然惊觉 我竟有那么多日 没有好好看过晚霞了 走到长乐门时 我远远地便看到 萧鱼安在门廊下 正来回躲着步子 我笑吟吟地跑过去 喊他道 陛下 萧鱼安见到我 笑意从眉眼间溢出来 阳光落在他身上 他整个人都好像在发着光 我跑到他面前站定 吕顺了气息 陛下 你在这做什么呢 萧鱼安浅笑 等你啊 他从斗篷下递出一个暖炉给我 他只是在 等我 我接过暖炉 拢在手里 心间微微颤了一下 夕阳无限好 我和萧鱼安 并肩走在熟悉的宫道中 手中的暖炉 散出柔和而绵长的温度 我低着头不说话 倒是萧鱼安先开了口 一一 马上就到年根底下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点点头说 往年在墨北 身边也没什么认识的人 但今年不一样了 我有好多份礼物想送呢 我一一向萧鱼安数着 铭记书馆的大人们 我师父 柳先生 还有青梅和青杏 我都要给他们准备的 萧鱼安侧目 那我呢 他看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委屈 我忍不住笑了 当然不能少了陛下你的呀 只不过 我觉得你好像什么都不缺 所以还没想好要送你什么 萧鱼安轻声说 一一 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喜欢 不过呢 我们慢慢向前走着 他又说道 柳侯爷的那份 就先省了吧 他不过年的 为什么 我很是不解 萧鱼安低下头 许许讲道 因为除夕那天 是伯远侯与他夫人 分别的日子 自那以后 柳侯爷就再也不过年了 我从萧鱼安那里 知道了柳先生 和他夫人的故事 柳妍被拘押在 突厥的那八年里 突厥人曾派过一个女子 照顾他的日常起居 突厥人的营地中 有许多被掳去当奴隶的汉人 那女子便是其中的一员 起初 突厥人是想派那女子 监视柳妍的行踪 谁知两人在那苦寒之地 竟渐渐生出了情愫 终于十八年前的冬天 那女子帮着柳妍 从突厥大营中逃了出来 可就在两人 快要逃到敦州时 突厥人追上了他们 那姑娘为了护住柳妍 直身去引开了突厥人 从那以后 便再也没了阴信 而那一天 正是十八年前的除夕 柳妍回到长安后 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她那位夫人的踪迹 可那么多年过去了 却一点阴信都没有 她这一辈子 也在没有娶别的女子 除夕那天 对别人来说 是个合家团圆的节日 而对她来说 是心里永远抹不平的一道伤 听萧于安说完 我沉默了很久 脸上有星星点点的凉意 被风一刮冷得生疼 我抬手一摸 发现原来是流泪了 萧于安慌了 手忙脚乱地掏出帕子 给我擦眼泪 轻声问我 依依 怎么哭了呢 我红着眼睛看她说 陛下 你知道突厥人 有多心狠手辣吗 那女子若是落在他们手里 那定是没命的了 萧于安叹了口气说 博远侯又何尝不知道呢 只不过 给自己留个念想罢了 自那天后 我与萧于安在长乐门的相遇 似乎变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 我从明记书馆出来的时辰 与她离开建章殿的时辰差不多 她从建章殿过去要近些 因此大多数时候 都是她在长乐门等我 而我也开始 渐渐地期待每天晚上 与她的相见 把一天里发生的事情 都说给她听 腊月初七 长安城下起了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雪是从午后开始下的 开始只是零零星星的雪线子 而后却渐渐聚成了鹅毛大雪 苍苍茫茫 万物皆白 等我从明记书馆出来的时候 地上的雪已激了有半掌后 广停激宿 天地皆成一色 我拢高领口的弧球护住耳朵 踏着心血往长乐门走去 雪地上留下一长串脚印 等我到了长乐门 却发现肖于安并没有在那里等我 我在双掌间喝了一口暖气 不知她是遇到什么事耽误了 那我便等她一会吧 不一会 我就看到肖于安出现在了长街的转角处 她整个人掩在一件悬色斗篷下 更显得她身量其长 领口雕容 映出她面容清俊如冰雪 我朝她招了招手 肖于安看到我 脚步加快了些 可我总觉得 她今天的笑容有些狡猾 一一 在离我还有几不远时 肖于安忽然展开斗篷 露出两只动得通红的手 把手中拖着的两个雪球砸在了我身上 雪球在我身上绽开 像开了两朵素节的花 肖于安 我惊呼着笑了出来 不甘示弱地从地上 举起一捧雪 向她扬了过去 这次她却没有再躲 雪速速落下来 她就站在门廊下 任雪花散了满身 笑得像个少年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 她的眼睛里藏着星辰 年关将至 皇城内处处都洋溢着一股喜气 除夕这日 我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大家 给铭记书馆各位大人的是美人一杆笔 给我师父林白宇的是一枚剑碎 给青梅和青杏的是两只骆驼不偶 虽然都不是什么很贵重的物件 可都是我认认真真花了心思的 除夕晚上 在韩元殿会设有宫宴 品阶高些的官员要与皇帝贺岁同乐 而品阶低些的也早早出宫回家团圆了 才不过下午 铭记书馆的人便都走得差不多了 宫宴我肯定是不够隔去的 因而我跟青梅和青杏说好了 除夕夜就我们三个在刘月阁一起吃 不过我们吃的东西可一点都不差 宫宴的头一波菜品 萧鱼庵就差人先往我们这送一份 宫廷御厨果然名不虚传 吃到最后我的腰带都快崩开了 吃饱后时辰还早 我披上斗篷 独自一人出了门 是时候该去给萧鱼庵准备礼物了 我提着灯笼走在幽深的宫墙中 路上正好会经过韩元殿西侧的涌道 深长的夜唯有那座巍峨的殿雨 宫愁相应 灯火流灰 我站在暗夜中仰望着那座宫殿的一角 说不出自己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明明它那么近 可我又觉得自己离那里那么远 明明那里那么热闹 可我又觉得自己那么孤独 我没有在永道中停留很久 继续向明记书馆的方向走去 此时的明记书馆没有点灯 静得连我自己的心跳声都清晰可闻 但这正是我想要的样子 我将灯笼放在地上 从屋后搬出一尊半人膏的膏炉 一个大风霞和一只干锅 这些东西是我脱林白雨 从宫外逃换来的 藏在这里已经好几天了 在我们西北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会有民间的手艺人 用这种炉子把废弃的铁器炼化 用柳木勺摇起铁水往空中洒 流光溢彩的 分外好看 我在大漠的时候 也壮着胆子玩过几回 竟然发现自己的手感还不错 恰逢长安日前下过雪 瓦脊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 火花落上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我忙活了好长时间 终于融出了赤红的铁水 身上的斗篷早就不知道被我丢到哪去了 这冰天雪地里 我却热得大汗淋漓 远处的寒元殿灯火渐弱 我知道萧鱼安应该快来了 公宴开始前 我偷偷让高公公帮我递过话 告诉萧鱼安我晚上会在这里等他 不一会 只扭一声响 一盏宫灯从门缝中闪了进来 一一 我听见萧鱼安略带颤抖地喊我的名字 他应该是没有看到我 毕竟这寂寂无声的院子里 一个跟炼丹炉一样呼呼燃着的炉子 实在太过显眼 可能还有点吓人 就在这时 我用木勺摇起炉中的铁水 奋力向墙上打去 一瞬间 灯火绚烂了满天 火花在空中劈趴作响 如万千流星般璀璨耀眼 光彩照亮了萧鱼安 也照亮了我 在这火树银花下 我向他大喊道 萧鱼安 新年安康 他看到我了 他笑起来了 他眼里有光 我好喜欢看萧鱼安笑啊 他笑起来可真好看 焰火虽然转瞬即逝 我和萧鱼安却谁都舍不得 此刻就离开明记书馆 我将为燃尽的红炭聚在一起 当作我们取暖的火堆 我们俩坐在台阶上守碎 但有一半的时间 萧鱼安其实都在骂我 在搞明白我用铁水打花的原理后 萧鱼安的脸当场就白了 依依 你胆子也太大了 依依 以后不许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依依 你有没有受伤啊 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问他说 萧鱼安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 萧鱼安气得干瞪眼 我拢了拢身上悬色龙纹的斗篷 用手肘撞了他一下 就这一次吗 你开心就好了 别生气了行不行 我的斗篷方才扔在地上时弄湿了 萧鱼安见了 二话不说 就把他的斗篷裹在了我身上 萧鱼安用鼻子哼了一声 我就当他是答应了 我哄了他半天 萧鱼安才终于又给了我好脸色看 到了最后 我们都困得不行了 子时一过 他就拉着我回了刘月阁 在房门口 我打了个大喝歉 听见萧鱼安对我说 依依 明天傍晚 去西华门等我 我困到眼皮睁不开 迷迷糊糊地问他 西华门 去那做什么 萧鱼安一笑 还礼啊 永熙四年的第一天 在我们俩哈欠连天的对话中到来了 大年初一快傍晚的时候 我换上针织菊 给我新做的衣服 去西华门找萧鱼安 我赶到的时候 却看到一辆马车 停在宫门口 萧鱼安掀开车帘 从里面探出头来向我喊道 一一 快上来 他今天穿的是件轻便的长服 看起来就像是寻常人家的清贵公子 我被萧鱼安捞上了车 车轮一一压压地转动着 我问他 这是要去哪 萧鱼安在我面前打了个响指说 我带你去看看长安城 我掀开车窗帘子的一角 向外看去 外面的景色 从珠宏的宫墙 慢慢变成了寻常人家的瓦舍 我兴奋坏了 来长安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能出来逛逛 萧鱼安帮我把整个帘子打起来 说 这样看 能更清楚些 我趴在窗帘上 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 交错的街巷 琳琅的店铺 雕花的戏台 我怎么看都看不够 原来这就是长安的样子啊 万千旅人所向往的长安 就是这里啊 萧鱼安在我耳边不断介绍着 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路 叫朱雀大街 那边是光路方 再往前 咱们还会经过太平方 严寿方 光德方 我转头看他 那咱们现在是要去哪 萧鱼安孝道 去西市 每年过年的时候 那里都有庙会 热闹得很啊 妙会 我最喜欢凑热闹了 果然 车子越往西市走 道路两侧的喧闹声就越大 随处可见张灯结彩的商铺 结伴欢笑的百姓 到最后我们的车子都走不动了 随行的侍卫虽穿了便装 但腰间依旧挂着配件 他们本想在涌动的人群中 硬替出一条路来 却被萧鱼安制止了 萧鱼安掀开木帘先钻出了车 而后把手递给我说 依依 咱们也下来走走吧 等脚着了地 我才真切地感觉到 自己融入了这欢闹的人群当中 皆是两旁的戏台上锣鼓喧天 高燃的烛火将天空映得亮如白昼 萧鱼安在我耳边大声喊道 依依 跟紧我 可千万别走散了 我早就已经开心地不管不顾了 拉起萧鱼安的袖子笑道 走 咱们到前面去看看 前面便是西市最繁华的地方 沿街的商贩把摊子摆到了道路两侧 一眼望去满目朱迹 我的眼珠子都不知道该往哪放好 这时 我听见萧鱼安贴近我说 依依 我让他们贷够钱了 你有什么想要的 就尽管买吧 啊 有钱人的快乐 我和萧鱼安 把店铺一家一家地逛过去 今天他不知怎么了 好像特别想给我买东西 萧鱼安拉着我在一家首饰铺子前停下 拿起一只簪子问我 依依 你喜欢这个吗 我摇摇头 指着前面的唐人说 萧鱼安 我想要那个 身边的侍卫赶紧跑过去付了钱 萧鱼安又带着我在一家脂粉铺子前停下 指着一盒香粉问我 依依 你想要那个吗 我又摇摇头 看着接对面的年糕说 萧鱼安 我想吃这个 拿着钱袋子的侍卫 二话不说 又去把钱付了 最后萧鱼安都无语了 无可奈何地看着我说 依依 你怎么只对吃得感兴趣啊 我怀里正抱着一包炒栗子 往萧鱼安嘴里塞了一个说 人生苦短 该吃就吃 忽耳 我们听见一阵急促高昂的古典声响了起来 我和萧鱼安一起转头往那个方向看去 见大批的人群都欢腾着向那边涌去 我不明所以 问萧鱼安 这怎么回事 萧鱼安点脚看了看 笑道 应该是五月表演快要开始了 什么表演 咱们也赶紧过去吧 我拉起萧鱼安 急匆匆地随着人群走去 生怕错过了什么精彩 此时的人流渐渐拥挤了起来 跟着萧鱼安的暗卫提起了警觉 分布在前后左右格挡着人群 把我们俩围在最中央 可如此一来 我们这么一大堆人就更难为行 远处的舞台上 一开始有乐曲声传来了 急得我直在原地蹦高 想看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模样 这时我却听见有侍卫在萧鱼安身边禀道 主子 这里人实在太多 不如咱们先撤出去吧 以免伤了您 我有些失落 萧鱼安看了看我 问道 依依 你是真的很想去看 对吗 我轻恩了一声 点了点头 但也做好了随他们回去的准备 萧鱼安沉默了一回 忽然 他抓起我的手 闪过侍卫向人群中钻去 我被他拉着 像鱿鱼一样 在人群中穿来穿去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些侍卫早就不知道被甩到哪去了 萧鱼安长输了一口气 放声大笑了出来 既然你想看 那咱们就想办法去看了 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问他 那遇到危险 他们要保护 你怎么办 保护我 萧鱼安差点笑喷出来 我要是得仗着他们保护 早就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我狐一得看着他 万分怀疑他是在吹牛 萧鱼安择了一声 不信你回去问林白宇 小时候我们俩在军营 到底谁打架赢得更多些 他满眼都是少年人的义气风发 我偏头问他 那我怎么看不出来 萧鱼安谋色暗淡了些 道 后来做了皇帝 就没什么用武之地了 我和萧鱼安 最后挤到了一座阁楼的二层 在这里恰能把舞台上的圣景 尽收眼底 我已在栏杆上 萧鱼安将手搭在我两侧 用身体帮我挡住往来的人流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 台上如梦似幻的演出 让我如痴如醉 胡帝的舞姬 弄弦的琴诗 杂耍的艺人 一歌歌 一曲曲 你方唱罢我登场 勾勒出这盛世的无边繁华 待这场盛大的演出落下帷幕时 我仍有些意犹未尽 迟迟无法从方才的陶醉中走出来 灯火逐渐阑珊 我与萧鱼安随着散场的人群向外走去 身边的游人三三两两地截着伴 或走着 或坐车 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人群疏落起来 我和萧鱼安想顾辆马车回珠雀门 却猛然发觉 我们谁都没带钱 我跟萧鱼安站在街边大眼瞪小眼 搜遍了全身 才找出两个铜板 还是刚才买例子时 店家找给他的 我们连着问了好几个车夫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在我们 到后来意义深了 人群车马差不多都轻了场 只剩我跟萧鱼安两个人 在冷风中面面相去 萧鱼安挠挠头 一脸尴尬 这可如何是好啊 他怎么跟个傻小子一样 我向四周看了看 繁华歇尽后的西市 安静地宛若一汪深潭 寥寥几个生意人 正在将摊子收回自己的店铺里 一个能帮上 我们的人都没有 我却在街角 看到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 色缩着全在一起 那应该是一对姐弟 年长些的小女孩 也不过才七八岁 她把弟弟护在怀里 正沿着街角 一点一点翻着 有没有游人遗留下吃剩的食物 我咬了咬嘴唇 对肖语安说 把那两个铜板给我 肖语安乖乖地把钱交到了手上 我跑过去叫住那对姐弟 蹲下身对那小姑娘说 妹妹 你拿这个去买两碗热汤吧 小姑娘看着我不说话 却是不敢收 我拉过她的手 把铜板放到她手掌中 过年了 这个就当是新年礼物了 小姑娘忽闪着精亮的大眼睛 歪着头问道 姐姐 你是仙女吗 我笑了 还未等我回答 却听到肖语安在我身后说道 对啊 这个姐姐就是仙女啊 送走那对姐弟 肖语安摊了摊手说 依依 现在咱们身上 可是一文钱都没有了 我耸耸肩 反正也没有车了 那咱们不如 走回去啊 我俩心有灵犀地一起说道 说完不禁就对着笑了起来 苦中作乐背 深夜的长安城仿若一个温软的梦 街边人家的门口 有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曳 残存着繁华散去后灯火的余温 我裹紧灵口 跟着肖语安往朱雀门的方向走去 开始的时候 我还斗志昂扬 半个时辰后 我的速度一点点慢了下来 肖语安回头看我 依依你怎么了 我蹲下身理了理鞋子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咱们走慢点行吗 我脚有点疼 这双鞋子是我第一次穿 真走起长路来 还是有些不太合脚 肖语安蹲在我面前 想了想说 依依 要不我背你吧 我扶在肖语安背上 能清楚地听到她的喘息声 肖语安把我往上颠了颠 笑道 你们女孩子是不是都喜欢 让人这样背呀 我搂紧了她的脖子 才没有 我明明可以自己走的 肖语安笑开了出来 肖语宁跟你一个样 都趴到别人背上了 还嘴硬说 是人家非要背她的呢 你说招宁公主 她点点头说 很小时候的事了 那时候我母妃还在呢 也是过年的时候 父皇带着我们全家出来玩 语宁才走了几步路 就闹着说脚疼 我父皇最吃她这套 干脆背着她逛了一整个晚上 我有些羡慕 你爹对招宁公主可真好啊 肖语安说 可不是吗 肖语宁是我爹的心尖子 别看她还比我大上两岁 小时候我俩打架 但凡她一哭 挨骂得铁定是我 她在说这些时 带着点小脾气 可我又觉得 她很怀念那个时候 我却还有些不解 既然你爹那么疼爱 招宁公主 怎么还舍得她 嫁去那么远的地方 肖语安许久都没有说话 她背着我 走在长安无人的街道上 耳边吹过得唯有风声 我听到她 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依依 其实做皇帝 也有很多无奈的地方 有时需要 放弃很多东西 我忍不住问 肖语安 那你放弃什么了吗 我们此时已路过了光路方 宫楼高耸的暗影 出现在眼前 肖语安望着远处 宫殿层叠的屋檐说 依依你看 无论我多喜欢外面的天空 最终都还是要回到 那方宫墙里的 我没太明白她的话 那里不是你的家吗 你不回那里 还能去哪呢 肖语安笑着摇了摇头 我的意思就是 她话说了一半 却停住脚步 看向了前方 诺 你自己看吧 我抬头沿着朱雀大街望去 见林白鱼领着一众军卫 正严阵以待地守在前面 陛下 见到我们 林白鱼失声喊了出来 她快步走到肖渝安面前 俯身行礼道 陛下 您要是再不回来 臣就要带着御林军封城了 肖渝安把我放下来 淡淡说 大惊小怪的 朕这不是回来了吗 她一下子又变回了皇宫里 那个至高至贵的帝王 仿佛戴上了一重面具 她是以林白鱼起身 扶起手道 回去吧 林白鱼站起来 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她沉着脸赤了声 胡闹 我从未见她脸色如此难看过 可我却觉得 她的脾气并非冲着我 而是对肖渝安 肖渝安把我拉到身后 对她说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他们两人的眼神中 似乎还有许多无言的话语 只是我并不能看懂 林白鱼低下头 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她的神情中 甚至混杂着一丝怜悯 但我却无法看出 她究竟是在怜悯谁 她自己 肖渝安或者是我 陛下 请上车吧 林白鱼垂谋禀道 我随着肖渝安向马车走去 等待的军卫 自觉让出一条通路 目送我们走过 肖渝安让我先上车 我攀上车船 却忽看到面前 有些晶莹的飞沫飘过 我抬头看向夜空 见大片的雪花 散作漫天飞絮 正铺天盖地地速速飘落下来 我回头 轻声说了句 肖渝安 你看下雪了 那是永溪四年的第一场雪 飞雪落到肖渝安的眉梢发丝上 很快 她的双肩便积了白 是啊 又下雪了 我听见她喃喃说道 我和肖渝安上了车 马车载着我们 摇摇夜夜地向工程走去 车子驶进了朱雀门 刻满百年风霜的两扇朱漆大门 在我们身后缓缓合上 我撩开窗帘 透过逐渐缩小的门缝 最后看了眼皇城外的长安 雪满长安道 开春后 历时半年的墨北地图绘制 终于告一段落了 地图成稿的那天 肖渝安特让人往明记书馆 送了两大坛子酒 借着酒进 我与在地图上落过笔的 每个人都认真地告了别 众人散去后 看着空荡荡的明记书馆 我和林白宇不禁有些惆怅 但书馆夜晚的灯火 也并没有就此熄灭 只是其中的人 变成了林白宇手下的亲位 而谈论的内容 也变成了墨北的行军路线 我隐隐能猜到 肖渝安可能要对突厥人 有所动作了 对于调兵遣将的方略 我没有太多话语权 但我很喜欢跟林白宇 和他手下的亲兵一起共事 他们坦诚 直率 就像大漠里的阳光 网身上一照就暖暖的 在行军路途中 可能遇到的障碍 林白宇很愿意 先听听我的意见 在他们眼中 我在大漠中穿行过的经历 是如此珍贵 完全不因为 我是个女孩子 而轻看我 而肖渝安 这段时日 对我的态度 也更明目张胆了些 每天 在常乐门截住我后 他还要拉着我 一起吃顿夜宵 每回虽然我嘴上 都说着不要 但身体总是诚实地 拿起了筷子 毕竟能一边吃着 好吃的东西 又能一边欣赏 肖渝安的秀色 我乐此不疲得很 可有一天 肖渝安忽然对我说 依依 之后的一段时间 先不要去铭记书馆了 可以吗 我放下筷子问他原因 他却只说是为了我好 我自然是不能相信的 第二天便直接去找了林白宇 在我的追问下 林白宇终于说了实话 西南统兵苏浩宁将军 可能要进京了 所以呢 他来就来呗 跟我去不去铭记书馆 有什么关系 林白宇叹了口气道 我猜陛下的意思 大概是想让苏将军 做征锡军的主帅吧 我问他道 那你呢 林白宇苦笑 自然是主帅 让我做什么 我便去做什么了 他的言外之意 我听懂了 这铭记书馆的画室人 恐怕是要变了 后来我也在口耳相传中 大概知道了 这苏浩宁 究竟是何许人 苏家是武将世家 十七年前 景仁帝首次出兵征锡时 挂帅的便是苏老将军 彼时苏浩宁 也不过十三四岁 随父征战身先士卒 几次亲随大军 深入突厥腹地 那场征战 晋朝大获全胜 苏浩宁年纪轻轻身上 便有了战功 他也的确是个 难得一遇的将才 而后在驻守西南的 这十余年中 再无蛮以敢侵犯 汉帝之境 这样的人 论资历 论威望 全都排在林百宇前面 萧于安选他为统帅 便也不足为奇了 我去这林百宇的脸色 问他 师父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 那个苏将军呢 林百宇摇摇头说 苏将军是大进的功臣 他的战功 都是真刀石枪听出来的 我不敢有微词 只不过 他是不是能容下我 那就两说了 五月 苏浩宁进京了 他行事极为低调 以至于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 他都已经到宫门口了 那天我自己做了些花果茶 想给萧于安送去尝尝 我走到建章殿时 症状上苏浩宁 一身风尘地赶来 只不过 他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的身边 还跟着一个女子 我好奇地瞧了两眼 还未看清他们长什么模样 那两人便被高公公宣进了店 萧于安大概是要跟他们谈议会的 我便静自去了茶炉房 茶炉房的小公公 与我已经很熟识了 他脆生生地向我打了声招呼 便将微茶的小灶炉 让给了我 我细心地将带来的茶包 倒进杯盏里 这花果茶是我琢磨了好酒才 研制出来的配方 青梅和青杏为了帮我尝味道 都快喝吐了 萧于安总喜欢喝那些苦了巴基的茶叶 泡些酸酸甜甜的东西给他 他的心情应该也会变好些吧 我正将滚烫的沸水浇在白子茶盏里 果粒和花瓣缓缓舒展开来 却忽听见身后有个绵柔的声音问 这里是煮茶的地方吗 我回头 见是与苏浩宁一起来的那女子 正站在门口 好奇地往里面探头 看我转身 那姑娘迈进门来 对我盈盈扶了一礼说 这位姐姐 我是苏月宁 想过来看看 给陛下奉茶的地方是这里吗 我点点头 那是个长相很标致的姑娘 与我差不多的年纪 温婉中又带着几分俏皮 她的礼数很周到 举手投足间都是汉人常说的 很有教养的做派 苏月宁走进来 看见我手边的茶盏 浅笑道 这是为陛下泡的茶吧 姐姐请给我吧 说吧 她便伸手去端放着杯盏的托盘 我忙按住棋盘问 你做什么 苏月宁揉声解释说 陛下正在与我兄长谈事情 你这样贸然进去 我怕你会挨训斥 我仍旧没有松手 说 这是我泡的茶 苏月宁的戏眉 微微醋了起来 我知道是你泡的呀 你这宫女好生奇怪 我好心帮你 你怎么还不领情呢 我张了张嘴 想辩解说我并不是宫女 可话到嘴边又置住了 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思索过 我在这皇宫中的角色 又该是什么呢 苏月宁疑惑地打亮了我两眼 不再等我的解释 不由分说 就端走了我刚刚泡好的花果茶 我站在原地 空落落地没回过神来 但有一点 我觉得她说得不对 萧于安才不会对我凶呢 一夜之间 宫中不知从何处 掀起了一股传闻 小宫女和小内奸中间都在疯传 随着苏浩宁一同进京的苏家小姐 将来是要做皇后的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 正巧撞见青梅在压着声音 训斥院子里洗澡的小宫女 我隐隐听到 他们提到苏月宁的名字 还听青梅说 千万不要让姑娘听见 不知怎地 一股憋屈直往我脑袋上涌 我走到他们背后 问道 说什么呢 青梅吓了一跳 历时换上一脸笑容道 姑娘别多心 这丫头做事不用心 奴婢就训了她两句 我心里更加烦躁 提高了声音说 我都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 你们干什么要刻意瞒着我 有什么事我不能知道的吗 小鱼安碍找谁做皇后 便去找谁 与我有什么关系 听什么我要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洗澡的小宫女 吓得早就跪下了 咬着嘴唇 不敢出声地哭 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 我尴尬透了 完全不知道这局面如何作解 逃命一样地跑去了明记书馆 可到了书馆 我却发现门口多了些职守的人 看着都很面生 我恍然明白过来 这些人大约是苏浩宁的手下 其实从漠北地图落成的那一日起 明记书馆就不仅仅只是个名字了 这里前一幕话间 已成了军政决策的中心 谁掌握了这里的话语权 便意味着 那人就是皇帝心中执掌兵权的心腹 门口的人拦着不让我进去 我却正好看见林白宇从屋里出来 怀中抱着一摞稿纸 我认出那些正是我们前段日子 点灯遨游探讨出来的行军路线 林白宇当时还颇为骄傲地说 希望我们的这些心血 日后能让争稀的将士少流些鲜血 我迎上前去 师父 要做什么 我来帮你 林白宇面色沉郁 闷声说了句 扔掉 什么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林白宇低头看了看怀中的稿纸 仍难掩爱惜 他说 苏将军说 这方案不可行 既然废了 那便扔掉吧 他胡说八道 我看着那些整洁如新的稿纸 怒道 他看都没看过 凭什么就说不行 林白宇耐着性子解释道 一一 苏将军是主帅 末将所能做的 就只有服从 这是什么道理 末大的火气 蹭蹭地在我头顶上冒 我扭身便走 说道 我要去找萧于安问个明白 就这样的人 凭什么让他做主帅 一一 林白宇喝了出来 神色中透出些许严厉 可旋即 他的语气又软了下来 南方的曹韵 西南的岩睡 辽东的征梁 还有 立后的人选 哪一件都需要陛下操心 一 这个时候 你就莫要去烦他了 立后 从林白宇张合的口形中 我好像只听见了这两个字 果然 所有的谣传都并非空穴来风 我脑子里糊得跟团降糊一样 感觉自己就像是个笑话 一个声音却又忽然惊醒了我 有人问道 何人喧哗 我向街上望去 便看到苏浩宁站在那里 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模样 苏浩宁没有穿铠甲 指腕上戴着臂腹 但他见眉间凛凛透出的英气 让人一眼 便能看出 他是手握过刀枪之人 林白宇抱拳对他赔了一礼 末将之师 惊扰到将军了 苏浩宁轻轻恩了一声 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这位是 没等林白宇说话 我便抢着答道 我是依依 哦 他点了点头 打量着我道 我听博远侯提起过你的 绘制墨北地图时 你出了不少力 不过 苏浩宁副手 画风一转道 这地图都已经绘完了 依依姑娘还来这明记书馆 有何贵干呢 我这气势 真不打一处来啊 脑子里力浮现出柳先生教我的一大串成语 卸墨沙驴 过河拆桥 落井下石 这明记书馆 这明记书馆也算是我一手打理起来的 我在这熬夜写东西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打哪睡觉呢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我冷笑道 门口写你名字了 苏浩宁眉毛挑了一下 旋即便笑了 来者是可 那依依姑娘 不如进来喝杯茶 我真是气笑了 苏将军 您好大滴面子啊 茶壶放拿 你怕是都不知道吧 还好意思管我教课 林白宇使劲给我使眼色 叫我别说了 我就全当没看见 苏浩宁走下街来 笑意不减 那好吧 既然依依姑娘赖着不想走 又那么熟悉茶壶的位置 那日后明记书馆里 端茶倒水的事 便就拜托姑娘了 我耿着脖子回敬道 得亏苏将军带兵多年 都不知道 粮草要找个最心腹的人看管 苏将军让我端茶倒水 倒真不怕 我在茶水里下毒呢 好啊 苏浩宁笑得一脸阴险 那但凡日后 这明记书馆里有人吃不对劲了 我就都认定 是你下的毒 我的天哪 这世上 怎么会有苏浩宁 这么讨厌的人呢 我知道我不该当面 对苏浩宁 但人在气头上 没忍住 就是没忍住 可我又不想 就这样甩袖子 离开明记书馆 如果那样的话 我在这宫墙中 就只是个白吃闲饭的多余人了 况且 我怎么能留我师父一个人去 天天面对苏浩宁那张 凡人透顶的脸呢 苏浩宁并没有在明记书馆 待到很晚的习惯 他晚上还要赶去军营训他的兵 往往天黑前书馆就没人了 可我却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 又偷偷折回了书馆 我把白天被林白宇扔掉的稿纸 又都捡了回来 一张张展平放好 这些东西苏浩宁气若碧履 却是我们日夜不眠的心血 他不要的 我要 静夜中 我忽听见屋外有些稀疏的响动 警觉地出去探看 却见到林白宇在墙后的废纸堆里翻翻找找 我眼睛磨地一酸 他这是和我想到一起去了 师父 我轻声喊他 东西我早就找回来了 在屋里呢 林白宇站在废纸堆里看着我 咧嘴笑了 虽然这笑是那么酸涩 我煮了胡茶与林白宇对坐而饮 这也是我如今唯一能行使的特权了 上次我们深夜中在这里对坐而谈时 心中还满是斩笛杀扣的豪情 而现在不过两个失忆人罢了 林白宇端起茶杯 摇摇头探道 才不如人愿赌服输 我问他 师父 我们难道做错什么了吗 林白宇笑了 他说 依依 我们什么都没有 做错 他将满杯茶灌下肚 仿佛是饮了一杯烈酒 只是啊 这是苏将军遇下的手段 我与苏浩宁从前 本就时常意见相左 但调兵遣将 醉计军心不一 苏将军 这是在争稀军中 树立他绝对的权威 若我声势太大 难免会起内讧 所以他是在逼我与他一心 以免油内生乱 我不甘道 那你就平白吃这哑巴亏 林白宇沉吟片刻 说 对 就算这亏是打碎了 牙网肚子李燕 我也得吃 他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我听见他说 只要是为了我大尽的常治久安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忽然有些失落 林白宇 还有我见过的许许多多的汉人 他们清澈的眼神中 似乎总是运着一股力量 可以为他们所爱的故土 奉献出生命中的一切 而我在人世间的这十几年里 一直都如扶平般 挑拨无一 好像从来没有什么 是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的 直到萧于安的出现 我从没有像此刻一般 如此的思念萧于安 我知道他现在就在建张殿 离我近在咫尺 我想要去见他 我起身匆匆向外跑去 可还未跨出门 却撞到了高公公身上 高公公揉着被撞痛的肩膀 还是欠身向我行了一礼 问 姑娘这是要去哪 我也反问他 公公怎么到这来了 无论他来做什么 肯定跟萧于安有关 高公公迟一片刻道 姑娘 老奴想请您 去见陛下一趟 我心头一智 你说明白点 他叹了口气道 今日早朝的时候 陛下与朝臣说得不对付 吵上了几句 谁知有个老御使 气性一上来就要血溅 在大殿上 直接就撞了柱子 回来之后 主子的脸色就一直不太好 奴才就想着 或许只有姑娘 您能帮得上他了 高公公说得很模糊 但我能猜得出来 这件事一定与立后有关 可我去了 又能做什么呢 是要去劝萧于安 听朝臣的话 还是要鼓励他 与朝臣死磕到底 我问道 公公 今天到底是萧于安 让你来的 还是你自作主张 要喊我过去的 高公公 犹豫了一下 忽在我面前 跪下道 姑娘 实不相瞒 是奴才自己的主意 陛下她 是老奴 看着长大的 老奴实在不愿 看她为难啊 言外之意 我听明白了 我为不为难 根本不重要 说来也可笑 我本就是个在沙洲上 送信的野丫头 何时竟能让 一国的君主 为难了呢 一 听见我们的对话 林白宇叫住了我 她走到我身边说 你若是不想去 那便不去了吧 陛下她 背负的压力也很大 而且 她现在还给不了你 任何承诺 空荡的明记书馆中 只有我们三人 默然而立 夜深人静的时候 心底的难过 全都会偷偷地冒出来 我想到 萧鱼安背着我的那天 她说 当皇帝 要放弃许多东西 那这一次 她是准备 要放弃我了吗 我随着苏浩宁的作息 每天天未黑 就会离开明记书馆 我再也等不到 建章殿落索的声音 也在没在常乐门 等到过萧鱼安 或许是她下了严令 宫中关于历后的流言 被压了下去 可是人心里的流言 又如何抹得平呢 萧鱼安照例会给刘月阁 送来许多好吃的好玩的 会差人给我带话说 她这段时日太忙了 等松快下来 还带我出宫去玩 我也总是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收下她的礼物 给她带去的言语 也越来越客套 我们都在努力地 维持着表面上的平和 可这种刻意 却越发让我不安 我仍旧日日去明记书馆 看顾我的茶炉 我也学着在苏浩宁面前 忍气吞声 在看到林白宇被训斥时 压住性子不强 替她出头 在苏浩宁与她嫡系部将的主导下 墨北的行军部署 又有了新的策略 我只是听闻 苏浩宁在萧鱼安面前 立了军令状 此次争悉 只可成功 无言失败 为了给萧鱼安 一份详尽的作战方略 苏浩宁也开始在明记书馆 熬起了夜 我这才发现 她要做起什么事来 简直就是个铁人一般的存在 随便熬上一个通宵 眉头都不带皱一下 我不想让苏浩宁看清我 她要熬着 我便跟着熬 只要她还能在明记书馆里喘气 我就保证 她能喝上一口热茶 可我实在是看见苏浩宁 就烦 为了尽量减少她那张臭脸 进入我的视线 我上茶时 基本都从她背后递过去 一连熬了几个痛消后 我觉得自己 也就靠口仙气掉着了 苏浩宁的方略即将定稿 我其实有些好奇 她这妖妞气哄哄的 到底比我强在哪了 趁着给她端茶的功夫 我悄悄往她笔下描了两眼 就这么稍微一走神 我没注意到苏浩宁的手肘 向外动了一下 正撞在我的手腕上 这下撞寸了劲 我的手一滑 端着的茶杯就倾斜了出去 一满杯热茶连汤带水的 全扣在了厚厚的一打稿纸上 一瞬间 我好像都没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脑子里有个声音说了一句 我应该是闯祸了 苏浩宁一下子变了脸色 她飞速起身 将那落稿纸从水里拎出来 直接用衣袖去抹上面的水痕 但这依旧阻止不了纸上的墨迹 一点点阴韵开来 变成一滩模糊不清的污渍 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她声音不高 却是含义蹦发 我知道她已是在 强压着怒火与我说话了 她面色阴沉的样子 我真的有些怕了 可我又止不住地愧疚 虽是无心之失 却让她这么多日的心血 全都毁了 我低下头道 对不住 是我的失职 请苏将军责罚 苏浩宁神色阴沉 向外喝道 来人 拖出去 军长二十 历时有两个兵卫进来 从身后压住了我 我低着头不说话 娄子是我捅出来的 要打要罚 我都认了 我被拖着往门外走去 这时林白宇 却火急火燎地闯了进来 大喊道 助手 他用力推开我两侧的兵位 把我护在了身后 将军 林白宇转向苏浩宁说道 一一是末将交出来的人 如果有什么没交好的 全都是末将的过失 还请将军不要对一一动怒 苏浩宁眼角抽了两下 显然已是怒到了极致 林将军这是想妨碍本将处置军务吗 这话说的已经十分重了 我拉了拉林白宇的衣袖 小声道 师父 这件事你不要管了 他却低斥了我一句 你给我闭嘴 林白宇继而对苏浩宁抱拳道 末将不敢 教不严施之舵 末将只是来担自己应尽的职责 苏浩宁语气声寒 我治军最恨上下包庇 如果你林白宇非要这么做的话 他顿了顿说 那你不配在本将的军中任职 这件事还是捅到了萧鱼安跟前 我和林白宇被宣进建章殿时 苏浩宁已经在了 这个地方我是第二次来 上回来的时候 还是被林白宇蒙着头 捆了双手给抓过来的呢 我有半个月没见过萧鱼安了 可从我看到他第一眼时 我的眼睛就挪不开了 他憔悴了好多 整个人瘦下去了一大圈 眼下乌青 不知有几页没有好好安眠过了 他也看到了我 跟他的目光一对上 我的眼眶就红了 明明我离他那么近啊 可却又觉得我和他之间隔着的是条条银河 林白宇带着我对萧鱼安行了礼 我低着头听上面冷声说道 林白宇 苏浩宁 你们俩真是好大的本事啊 出征在即 却主腹降失和 要不自己人之间先打一架 店内静得仿佛喘息声都大了十倍 萧鱼安看向苏浩宁道 苏青 这件事 你给朕一个解决的办法 苏浩宁郑重拜下 开口道 陛下 依依并非军中之人 臣也无意与个小姑娘为难 但林将军网顾军法 当面与臣顶撞 若不严惩 要臣日后在军中如何扶重 萧鱼安复首问 那你打算怎么成 苏浩宁答 军棍五十 已是警戒 我眼皮跳了下 五十军棍打下来 林白宇还能有命 萧鱼安没有说话 在他沉默的这段时间里 我甚至燃起了一丝希望 他与林白宇从小一起长大 他不会不管我们的 哪怕是罚得轻些也好啊 可我却听他问林白宇道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林白宇从容跪下说 臣毫无怨言 萧鱼安汉首 臣声道 那就这么办吧 陛下 我忍不住喊出了声 我强忍着哭腔 看向苏浩宁说 苏将军 这件事的责任不在林将军 我帮他求个情 别罚他那么重好不好 苏浩宁面无喜怒 几乎是默然答道 军法面前 罪容不得情面 我受不了了 心里所有的怨气 一股脑的都翻了出来 我质问道 那什么能容得下情面 我在大漠上 原本了无牵挂 不过是为了 对你们招宁公主的几句承诺 不远万里地送信到长安来 其中哪一天 我不是用命 在护着给你们的消息 之后画墨北地图 我没有一点不尽心 苏浩宁你敢说 你的行军方略 跟地图没有一点关系 就算我没有功劳 苦劳总是有的吧 可现在 我就连替人求个情 都不可以吗 一一 萧鱼安叫住了我 他的声音 还是那么平静 一如那个 血液换我时 那样温和 他眼中的痛涩 我看得到 可他却摇了摇头说 你所做的一切 我都记在心里 但这不能混为一谈 萧鱼安淡淡地 对林白宇说 你自己去领罚吧 看着林白宇 退出去的身影 我觉得自己 快被一股浓重的 无力感吞噬了 所有的委屈 一时间都化作 一股酸涩冲上了眼眶 我跪到萧鱼安脚边 拉着他的袍脚祈求道 陛下 全都是我的错 是我弄失了 苏将军的稿纸 你不要罚林将军 好不好 我看见他的手 紧紧钻成了拳 手背上青筋抱起 可他就是 不低头看我一眼 我只听见他说 来人 带他回刘月阁 我心里最后一点星火 在那一刻 似乎也全都熄灭了 我放心不下林白宇 心急如焚地想要去找他 可萧鱼安派人封了刘月阁 我根本出不去 青梅和青杏不知发生了什么 吓得脸色煞白 在我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 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 萧鱼安若是铁了心思 想做什么事 我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到了晚上 青杏跑进来说 姑娘 外面的人撤了 我站起来就往外走 可我根本不知道 林白宇在哪 我想着先去找柳先生 打听一下 或许他能知道什么消息 可一出门 我却正住了 萧鱼安在院门前的树下 好像已经站了很久 我将在原地 不知道究竟是该往回跑 或是不管他就那样走过去 一 他叫我的名字 声音有些沙哑 我能 进去坐坐吗 我很不下心来 把他推出去 我点点头 把他让进了屋 青梅上了两杯茶给我们 我和萧鱼安 对坐在小极两侧 平日里话那么多的两个人 此时却一句都说不出来 我百无聊赖地玩弄着手下的茶杯 却发现青梅泡的 是我专门为萧鱼安准备的花果茶 我的心里墨地好像被刺了一下 还是萧鱼安掀开了口 你不用太担心林白宇 他性命无碍 我悬了一天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萧鱼安惨笑道 我要是不先对你说这句话 你怕是根本没心思陪我坐在这里吧 我低头打 他是为了帮我顶包 才会这样的 如果他真出了什么事 我于心不安 我又何尝不是 他缓缓说 白宇他是我的至交和朋友 若是他有什么事 我也不会心安的 那你还由着苏浩宁罚他那么重 我的声音高了起来 明明只要你一句话 他就能少遭点罪 可你为什么不帮他呀 一一 萧鱼安试图让我冷静下来 白宇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和我离心 但苏浩宁不一样 现在战事将起 我不能少了这一员大将 我得给他足够的信任 我忽然有种悲凉 他眼看他道 所以与你越亲近的人 就越会被伤害 是吗 萧鱼安喉咙动了动 他的眼睛红了 他说 一一 从我遇见你开始 我一直都是想护着你的 可是 我却觉得自己好无能 我摇摇头 他其实并不欠我什么 也从来没有答应过我什么 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我不愿让他因为我 变成如此颓丧的模样 我终于鼓起勇气 问出了那个 在我心中盘缓已久的问题 萧鱼安 你会娶苏月宁吗 他震了一下 萧鱼安垂下眼睫 沉声说 我不想 他不想 可并不代表他不会 我笑了出来 眼睛却酸得有些发疼 我说 可我只是不明白 皇帝不是可以娶很多妃子吗 苏月宁嫁给你 就不怕你不喜欢他吗 萧鱼安掐了掐眉心说 是啊 我爹 我爷爷 都有很多很多妃子 他们告诉我说 皇帝的后宫 就是个小朝廷 每个女子背后 都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利益 作为牵扯 可是 皇帝又不能个个都爱 所以 做皇帝难 做皇帝的妃子也难 但爱而不得 最难 我忽然很想念自由而宁静的大漠 在那里 我见过许许多多的夫妻 只要两个人是相爱的 就算跨越民族 语言 距离 也都可以在一起 我搅着手指 低下头说 萧鱼安 我想回西北了 萧鱼安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他好像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垂着头不敢看他 生怕多看一眼 就又会后悔 方才说出口的话 良久 他眼中星星点点的碎光散去 变成了满腔的阴雅 也好 只是 西北快要打仗了 等那里太平下来 你回去我也放心了 我咬了咬嘴唇 说 谢谢你啊 在之后 我们之间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我起身送萧鱼安出去 站在门口目送他走下台阶 在我就要把门眼上时 萧鱼安却突然转身奔了回来 戴得身上的袍子烈烈作响 他将手肘顶在门框上 离我那么近 将我整个人都拢在了他身体头下的阴影里 我听见他说 依依 如果那个人是你 那我就只娶一个 他的眼神那样赤裂 仿佛要把我溶进去 我腻在其中 感觉自己好像不能呼吸了 我脑子里一团乱 萧鱼安让我输得溃不成军 手上凭空生了一股力气 我重重关上了房门 将所有的一切都格挡在了外面 就像是大漠上那些被突厥洗劫过的伤队 丢盔弃甲 落荒而逃 我背身已在门板上 捂住嘴 眼泪就落了下来 在我们最看不到未来的时候 他终是给了我一个承诺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林白宇受了很重的伤 接连几天都高烧不行 掌刑的人是苏浩宁的手下 那群人下手狠而准 虽没有要了林白宇的性命 却着实让他吃尽了苦头 我每天都会去看他 有几次 我听见他在一时朦胧间 喃喃喊了几句 殿下 殿下 我的心里越发难过 或许他是梦见了年少时 与萧于安在一起的时光吧 可如今 终是韶华已逝 君臣两格 他醒来的时候 我正在屋里烧水 听见他虚弱地问了句 依依 我怎么到明记书馆来了 我忙跑过去 看他 又哭又笑地说 师傅 你睡懵了吧 这是御药房 哪来的明记书馆 难不成我只能在明记书馆煮茶吗 林白宇却皱了眉 挣扎着爬起来问 依依 你现在到我这来 不是摆明了 要和苏浩宁对着干吗 陛下夹在中间 这让他太为难了 我气不过 林白宇都伤成这样了 怎么还在帮萧于安说话 我怒道 师傅 你怎么还那么护着萧于安 你该不是喜欢他吧 林白宇都二十五岁了 还没有成亲 若说是因为有什么龙羊之痞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么一想 我更生气了 林白宇笑地牵动了伤口 他问 依依 喜欢陛下的人 是我吗 我躲闪着他的目光 说 我已经跟萧于安说过 我想回西北了 林白宇一惊 差点就要下地 他一定要我坐着 听他把话说完 好像我一站起来 就会立刻跑掉一样 他说 依依 我醉至一个人情动食 是什么模样 陛下 他心里是有你的 如果你心里也有他 那就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千万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这样的伤 是一辈子动我不平的 那天我第一次知道 林白宇心中 竟一直装着个女子 只是他藏得太深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 或许他永远都不会去接那道伤疤 我怀着满腹心事 离开了御药房 漫无目的地在公道中游走着 一抬头 却发现自己 进到了童文馆门口 我才发觉 这段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 已经许久没有来 拜访过柳先生了 我很想进去跟柳先生说说话 他在我心里 一直是个很温和的长辈 也是个很好的朋友 总是能在我迷茫的时候 给我些开解 我正要抬脚进去 却看到苏月宁 竟从童文馆中走了出来 他眼眶红红的 好像刚哭过 他应当是很多人 都会喜欢的那种女孩子吧 乖巧 柔弱 看一眼就我见有脸 我心里 却有股无名邪火 窜了出来 他来抢萧于安 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连柳先生都要抢 苏月宁也看到了我 大概这段时间 他也听到了些与我相关的留言 没有再客气地喊我姐姐 神色中夹杂了几分排斥 气势上不能输 我挽了挽并边的碎发 昂首阔步地往童文馆内走去 哼 哼 擦肩而过时 我们都清楚地 看到对方翻了个白眼 我进到童文馆中 却并没有看到柳先生 书案上的纸张还摊开着 想必他只是暂时离开一回 鬼使神差的 我往书案上挑了一眼 心却一下子揪起来了 那章纸上写的 是曹你的立后诏书 咦 听见柳先生的声音 我从诏书上慌乱地抬起头来 见他端着茶杯面露诧异 似乎没有预料到 我会出现在这里 不知怎地 一见到柳先生 所有的委屈一下子都绷不住了 眼泪跟开了闸一样 哗哗地往下流 柳先生明显是被我吓到了 忙拉着我坐下问 来来来我看看 依依这是怎么了 我拿着诏书 抽抽耶耶地哭道 这上面的词 全是夸苏月宁的 他哪就有这上面说得那么好了 什么柔名欲得 瘟仪公书 我读都读不顺流 咦 等会等会 柳先生拿过诏书 指着上面的字问我 这上面也没写名字啊 你怎么就知道是夸月宁的呢 我擦了擦眼泪 又把纸上的字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好像还真没写是谁 大意了 柳先生是想笑的 可见我这可怜巴巴的模样 他还是尽量忍着 你说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啊 怎么老有小丫头 来找我这个老头子哭呢 柳先生把纸放到一旁 又说 这是礼部草拟的文书 说是先拿过来 给我长长眼 哪知道闹出这么大误会 我撇撇嘴 都农道 现在这上面是没写苏月宁的名字 可谁知道将来会不会 柳先生抿了口茶 他似乎总能有一种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 他温言道 一 我给你讲些陛下年少时候的事吧 我坐直了身子认真听 柳言旭说着 先帝去得很突然 那时陛下才不过十七岁 他是得了消息连夜从外赶回来的 战袍未脱就直接披上了龙袍 陛下预急的这几年 内忧外患自不在少数 可他一一都挺过来了 着实让人佩服他作为帝王的手段 先帝离开时 还未来得及给陛下内飞 其实这些年 朝中关于利后的戒言就没断过 只是陛下一直以政务繁忙为由 迟迟没有敲定人选 但如今 陛下已年于二十 这件事无论如何 都必须要定下来了 就算没有越宁 也会有其他人 只不过 我猜他想说 只不过我恰在这时 一头闯了进来 萧宇安会娶谁 从来都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 只不过 柳先生喝了口水 接着说 陛下所做的每一项决定 都是与朝臣之间的博弈 本来就没有哪件事 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 利后这是也是一样的 看似是两个年轻人的婚姻 可实际上 却是不同势力间的交易 这其中呢 没有赢家 我皱着脸问 那这件事 难道就无解了吗 柳先生输了口气道 那道也不是 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找个有家事 但无实权人家的女儿 这样朝臣也挑不出错来 陛下也无需担心 外妻全是过剩 我看向柳先生 眨眨眼问 像您这样的 柳言笑了出来 依依 你这样让老夫觉得自己很不思进取啊 他摇了摇头说 我只是这辈子见的人和事太多了 不愿参与这朝堂上的明争暗斗 也可惜 我没能有个女儿啊 可是这一切 到底都与我无关罢了 柳先生看出了我情绪的低落 缓缓道 依依 你和陛下之间的情谊 我其实看得出 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或许我可以 先生 我打断了他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我也相信他是真心想帮我 但是这么大的人情 我还不起的 我违心地说 我不是为这件事不开心的 我是因为 太讨厌苏浩宁了 柳言叹了口气 也只能顺着我说道 我与苏家交好多年 深知浩宁他不是个跋扈之人 只不过在做很多事时 他有自己的原则 我点点头说 苏将军是用命去和突厥人打仗 我其实很感激他的 六月 突厥人没有任何预兆地侵犯了边境 在敦州一带烧杀抢掠了一番后 又逃之夭夭 萧于安震怒之下 江征熙的时间提前 也终于显露了他包藏已久的宏图 颁召御驾亲征 他也信守了对我的承诺 让我扮成南庄 跟随大军一起回西北 等仗一打完 就放我回大漠 出征前 我特地去铭记书馆 找了苏浩宁一趟 我到的时候 他正服在书案上集书 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又是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了 我放轻脚步 为苏浩宁端了杯茶 放下茶杯后 我站在一旁 没有马上离开 苏浩宁终于发现了我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又瞟了眼茶水 问 你下毒了 这个人就不能好好说句人话吗 我安静地摇摇头说 我是来给将军践行的 顺便 也来跟着铭记书馆到个别 苏浩宁玩味地看着我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答 苏将军 我们大漠上的百姓 苦于突厥人的压迫 已经很久了 将军这次是去帮我们的 我是真的很感谢你 苏浩宁摆了白手 淡淡说 这全都是陛下的圣段 我不过是在其位 谋其政罢了 见我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直接问道 你是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思量片刻 问他道 将军 此次争悉 你有多少把握能胜 苏浩宁皱了眉 征战之前 最计言得失 不过尽人事 听天命罢了 我又不是神仙 我犹豫着开口道 将军 陛下这次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对吗 苏浩宁打量了我半天 却是笑了 我说你们这群小孩 真是挺有意思的 陛下让林白宇护着你 你跑到我这里来担心陛下 在他面前 却还护着林白宇 让我觉得 自己好像做了多大恶一样 我心里想 可不是吗 我看得出 苏浩宁也没多想跟我长谈 他最后正了神色说 你放心 我是大晋的将士 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也会护陛下平安的 我按照汉家的礼节 对他脸刃行了一礼道 谢谢你啊 七月 大军行礼敦舟 我阔别已久的西北啊 当戈壁上旷野的风吹过我的脸颊时 我才真切地感受到 我又回到这片土地上了 肖于安命林白宇为先锋 柳岩为军师 率军队主力 先行深入大漠 而他和苏浩宁领 少数精锐赞助敦舟 运筹帷幄 已被后续接应 林白宇和柳先生出征后的第一个月 捷报频频传回敦州 大军长驱直入 数次与突厥交手 皆胜得有惊无险 敦州城内士气大胜 可我却总隐隐觉得有些不踏实 这一切未免也有些太顺利了 根本不像是突厥人的风格 我的预感不幸准了 所有关于胜利的幻影 都在八月底的那天晚上被击碎了 在所有人都在安睡时 突如其来的战鼓声 惊醒了整个敦州城 我掀了被子 随便披上件衣服就向外跑去 冲进中军战时 肖于安和苏浩宁都已经在了 战甲就在旁边 空气中似乎已经能闻到 铁血香蕉的气息 怎么回事 我浑身透凉 依依 肖于安皱了眉 训我道 你来这做什么 赶紧回去 我哪里还听得进去 直接问苏浩宁 敌军攻过来了是不是 苏浩宁面色沉肃 答道 有大批敌军正在后路包抄 马上要围城了 果然 之前的小圣都是突厥人使的障眼法 只取忠军才是他们的目的 肖于安看着我 眼里是浓得化不开的眷恋 他沉声说 依依 你现在跟着妇孺的队伍赶紧出城 肖于安 我喊了出来 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肖于安提起了剑 对随行军卫冷冷吩咐道 带他离开 我心里一阵绝望 他又要用这种方式 逼我救范吗 肖于安不再看我 只对苏浩宁说 召集兵马 上城楼迎战吧 不行 苏浩宁却快他一步 持剑挡在了肖于安面前 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陛下 您跟着他们一起走 你说什么 肖于安的目光 一寸一寸凉了下去 他审夺着苏浩宁道 大敌当前 你却要阵临阵脱逃 苏浩宁丝毫不惧 直挺挺地答道 陛下 您的安危与敦州城同样重要 陈身为您亲命的主帅 绝不能将主君置于险境中 若陛下执意要战 那便先处决了臣吧 你 肖于安喝了出来 他拿剑柄指着苏浩宁 怒道 我大尽的土地 一寸不可施于外族之手 你这样做 是想让敦州弃了阵 还是让阵弃了敦州 陛下 只要臣还有一口气 就绝不会将敦州拱手让与他人 苏浩宁在肖于安面前跪下 郑重说道 只要陛下还在 我大尽就永远都没有败 所以陛下 这里交给臣来抵抗吧 我大尽还有万万子民 等着陛下去与宁于安 肖于安眉心一颤 我知道他这回是听进去了 与宁 与安 他父亲是将对这天下的西记 给了他最挚爱的两个孩子 肖于安色声道 好 好 朕答应你 那这敦州城就拜托给苏将军了 苏浩宁对肖于安深深拜下 说 陛下 趁着城还没被围死 您赶快走吧 依依姑娘最认的路 您跟她去找林将军 等与大军一会合 我均必定所向披靡 说吧 他也向我支了一礼 说 陛下的安危 臣就拜托给依依姑娘了 我还了一个大礼 许下对他的承诺 定不如使命 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苏浩宁不那么讨厌了 他是个铁骨铮铮的男人 我佩服他 我和肖于安 扮作寻常百姓 在十几个死士的掩护下 趁着夜色 策马奔出了敦州城 突厥人的攻势已经见胜 敌人弯刀反射出的寒光 近在眼前 我和肖于安 骑在马上拼命狂奔 耳畔唯有呼呼的风声掠过 我不时能听见 刀剑香蕉的摩擦 与将士痛楚的哀嚎 那是晋朝的 征兮军用生命给我们铸成的壁垒 天色破晓的时候 我们终于甩开了突厥人的追击 可随我们从城中出来的死士 也已寥寥无几了 但我跟肖于安丝毫不敢停下 我抬手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继续扬边奔逃在无银的戈壁上 身后的朝阳 一点点从地平线上升起来 红得跟血一样 不知此刻的敦舟城 血色是否比这更为悲壮 我们策马跑了一天一夜 到第二天快晌午的时候 我身下的马忽然蹄子一软 把我从马背上甩了出去 炸马躺在地上挨挨撕鸣着 他都已经跑不动了 肖于安的马也累到了极致 他飞身下了马背 奔向摔在地上的我 焦急地检查我身上有没有受伤 我已在他怀里 从来没觉得如此疲累过 我没事 我捂着摔痛的膝盖 挣扎着站了起来 看着身边人一脸的担忧 我挑了下嘴角 说 肖于安 你这回无论如何 可都甩不掉我了 一一 肖于安扶着我站稳 他的手却丝毫不敢松开我半分 我向四周看了看 大致能确定我们现在所在的方位 再往前走便就是茫茫大漠了 我指了指前方 前头不远处 有个沙洲集市 我们或许可以去那修整一下 虽说不算太远 可要用脚走起来 我们也走了将近半日 到了集市时 已接近日暮 我和肖于安又渴又恶 当真和难民没什么两样 打尖的窝棚下吹烟四起 肖于安扶着我 找个地方坐下 说一一 你先歇会 我去去就来 我看他理了李一百 连着去问了几家 做饭的生意人 可回来的时候 依旧两手空空 神色还有些窘迫 你干什么去了 我没看明白 他这顿操作 肖于安之无着答道 我想去给你要点吃的 去问了几家 人家都不搭理我 见我笑了出来 他更有些 默不开面子了 红着脸说 我觉得我说得挺客气了呀 他们是不是 官话不标准呢 跟听不懂 我说什么一样 我笑得双肩发颤 大哥 人家是生意人爱 是要看银子的 你就算把嘴皮子 磨破了 人家也不可能 对你开善堂呀 我向四周看了看 见有一对波斯的商人 正在不远处歇脚 我拍了拍肖于安的肩 说道 看我的吧 我撸起袖子 又拾了根草棍 叼在嘴里 让自己显得更狂野些 然后从灵口中 将我那枚柳叶坠子掏出来 握在了手里 肖于安拦住我问 依依 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责了一声 咱们需要钱呀 我拿这个跟他们换去 肖于安思量片刻 摘下他手上的玉班纸 递给我说 用我这个吧 我推回去 这是你爹留给你的东西 你不能丢的 肖于安却很坚持 一一 我好歹知道自己的爹娘是谁 但你这坠子 或许是跟你家人 唯一有关的信物 如果丢了 你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我有些犹豫了 可我这辈子 真的还能找到自己的家人吗 肖于安拉过我的手 把扳纸塞到我掌心 温言道 快去吧 我都饿了 两刻钟后 当我牵着两体骆驼 拎着一布袋胡饼 外加挤掉钱回来时 肖于安的眼神里泛起了光 她揉了揉我的头 笑道 一一 你究竟是什么神仙啊 我没好意思告诉她 方才我在忽悠那群波斯人时 说自己是在长安做皮肉生意的 我指着肖于安说 到长安报我名字 就可以找这样的小白脸时 他们才终于痛快地付了钱 我买了两套一族胡商的衣服 换下我们从敦州带出来的形状 在大漠上行走 半座西域的商客 至少不会引人怀疑我们的身份 我换好衣服出来 肖于安却盯着我看了好半天 我被她看得浑身发毛 摸了摸脑门上的额尖坠问她 哪里不对吗 肖于安说 依依 你这样可真好看 我给两匹骆驼起了名字 分别叫莎莎和默默 我的默默是个五岁的小姑娘 她走起路来的时候 屁股一扭一扭的 还很喜欢在我身上蹭痒 莎莎的脾气有些爆 总是对肖于安爱搭不理 每回都要我拿着吃得哄好久 她才终于肯让肖于安 骑到她背上 肖于安好像有些怕莎莎 有好几次我听见肖于安 骑在莎莎背上 嘟嘟囔囔地给她说好话 夸她高大威猛 腿长跑得快 最后再顺便祈求两句 千万别把自己从背上甩下去云云 大哥 你还记得自己是皇帝吗 但话说回来 我们能不能顺利走出这片沙漠 跟林白雨会合 就全看沙沙和默默的了 线下是西北最好的时节 天空蓝的没有一丝云彩 绿洲上的胡杨林跟镀了一层金子一样 我和肖于安日夜兼程地行走在大漠中 唯有驼灵和我们为伴 肖于安的功夫的确很厉害 就地取材做了套弓箭 可以把天上的飞鸟打下来 我现在最开心的事就是看见头顶 有鸟扑扔着飞过 那意味着我们晚上又可以开昏了 大漠上的夜晚宁静而祥和 肖于安把鸟穿在木签子上 在火堆上烤得滋滋冒油 它做烧烤好像很有一套 外酥里嫩 肥而不腻 如果它不是皇帝 那去当个厨子应该也不错 我在周围寻摸着干柴草 听见肖于安喊我说 依依 开饭了 我应了一声 肚子早就已经饿得咕咕响了 肖于安正背对着我 盘腿坐在沙丘上 火光在风中时大时小 应得它头顶一阵阵冒金光 就跟菩萨显灵了似的 我忽然起了震满心 我悄无声息地游走到肖于安身后 蒙住她的眼睛在她耳边粗声说 我是这大漠上成精的狐狸 把肉浇出来 我就答应放过你 肖于安笑出了声 她的睫毛在我掌心一颤一颤的 弄得我好痒 她握住我的手 从她眼睛上拉开 回头看着我 轻声说 一一 狐狸精是勾引人的 它的唇色红且柔软 气息轻轻喷在我的手上 就像狐狸尾巴 在人的心肩上挠呀挠 弄得我痒痒的 我忽然有些怕 想把手从她掌心中抽出来 肖于安却没有放开 她猴结微滚 道 一一 别放过我了 我和肖于安并排躺在沙地上 深夜暗到极致时 天空仿佛是个圆形的穹顶 漫天繁星沉静而悠长的一闪 一闪 他们已点缀了这片天空千百年 曾照拂过无数途经这片大漠的旅人 而今也照拂着我们 我将双手枕在脑后 温柔的夜风穿过旷野 浮动了我的衣袖 肖于安 你觉得大漠的星空 好看吗 太美了 她喃喃的声音从身边传来 当初我要去长安时 也曾这样躺在大漠中 不过那时只有我一个罢了 我望着高渺的星夜 缓缓说 肖于安 我跟你说个事吧 我其实骗你了 她偏头看我 你骗我什么了 我依旧平躺着 说 我带你走的 其实不是去找林白宇的路 我是要把你拐跑的 拐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 那你就永远 只是我一个人的了 她一个打挺坐了起来 过了很久 我才听她问了句 真的她还真信了 这呆呆的样子 怎么那么可爱啊 我扑的一下笑了出来 假的 逗你完呢 最快两日 你就能跟大军会合了 我拉着肖于安躺下 侧过身背 向她说 我睡觉了呀 可我只是睁眼 枕着手臂 没有一点困意 小时候 善堂的老夫妇 怕我们在大漠中乱跑 总是编瞎话 吓唬我们 说沙漠里 游拐小孩的坏人 要是被他们拐走 就去给人做媳妇了 可那样的人 我是一次都没遇到过 但我现在 多想做一个那样的坏人啊 把肖于安拐走 我娶她做媳妇吧 我很久很久都没睡着 却听见肖于安那边 有了些响动 我赶紧闭上眼 假装自己 已经睡过去了 可她只是坐了起来 好像在安静地看我 过了很久 我听到她悄悄问了一句 依依 我可以亲你一下吗 我闭着眼睛不说话 感觉到她在慢慢向我靠近 她的气息呼在我的脸上 些许温热 我没有动 只是紧张地握起了拳 她的气息在我唇边停了一会 可之后还是慢慢上移 最终在我额前的坠子上 落下了浅浅的一拙 好梦 我的姑娘 她用气息说道 等她躺下后 完全没了声息 我才睁开了眼 心脏在胸膛间赤裂地跳着 我抬头摸了摸额头 确认方才那一吻是不是真实的 莎莎和默默在不远处跪卧着 嘴里一下一下咀嚼着 还没消化掉的甘草 一副完全没看见 方才发生了什么的样子 我枕着手臂 眼角有些温热的水滴躺过 我摸了摸 手指尖上仿佛落了点点星光 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就哭了呢 我和萧鱼安开始能看到些 大军开拔后留下的痕迹 在翻越一座沙子山时 我却忽然听到山那边 有些不同寻常的声响 我按住驼铃 侧耳细细听去 萧鱼安小声问我 一一 会不会咱们的军队就在前面了 我摇了摇头 这马蹄的结律 听着不太像啊 我示意萧鱼安 先牵着骆驼 引在沙丘下的背风处 我领着他徒步爬上丘顶 趴在沙地上偷偷向那边看过去 不远处的山头上出现了几骑人马 而后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黑压压的一大片 我心头一沉 说 坏了 咱们这是碰上突厥兵了 我拽着萧鱼安 连滚带爬地滑下了沙丘 脑子里飞速地想着该怎么办 我怎么样都行 但是萧鱼安不可以 我们蹲在骆驼身边 我压低声音对萧鱼安说 咱们现在已经在大漠的边边上了 一会你自己一路往北走 沙沙和默默应该能认得出去的路 出了沙漠离大军就不远了 你赶紧想办法跟林白宇会合 明白吗 萧鱼安拉住我问 那你呢 你要干什么 我答 我得去把他们引开啊 不然咱俩一个都跑不了 不行 萧鱼安钻我更紧了些 依依 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我甩开他的手 怒道 萧鱼安 你这个时候耍什么小孩子脾气 突厥人要是知道他们抓了禁军的皇帝 你觉得自己还能有命 萧鱼安却是跟中了邪一样 又死死拽住了我的衣袖 说什么都不放开 行吧行吧 我摆摆手 知道自己是说服不了他的 我牵过他的手 跟沙沙的缰绳绑在一起 说 一会我数三声 咱俩拉着骆驼就往北跑 这样给你绑结实点 省得一会 缰绳脱了手 我跟萧鱼安毛腰 印在沙丘脚下 我能听见突厥人的马蹄声 越来越近了 我用手指笔划着 一 二 数二的手指还没伸直 我身子往前一探 把自己的嘴附在了 萧鱼安的唇上 他的嘴唇冰冰软软的 比我想象中的要甜 在萧鱼安蒙的云里雾里的时候 我朝他列出了一个 无比灿烂的笑容 而后转身迎着突厥人来的方向 奋力跑了过去 萧鱼安 那天晚上你说的话 我全听见了 你不是想亲我吗 我答应你了 但是今天这件事不行了 我答应过苏浩宁 要护你平安的 我要是不去引开他们 咱俩一定都会落在突厥人手里的 你看我这回又骗你了 我把你跟莎莎绑在一起 说是为了让你的缰绳脱不了手 可实际上我却是为了我跑的时候 让你追不上我呀 萧鱼安 谁让你是皇帝呢 还有许许多多人在盼着你回去呢 所以 拜托你一定要平安啊 突厥人发现我了 我没命地在大漠上狂奔着 我跑得越远 留给萧鱼安的时间就越多 我听见身后马蹄的奔踏 猎狗的狂吠 突厥人的吼叫声越来越近了 终于 马鞭混着飞扬的沙粒 啪的一声抽在了我的脊背上 我摔倒在沙地上 后背火辣辣地疼 在抬起头来的时候 四周已经被突厥的铁骑包围了 突厥人的刀尖抵在我下巴上 迫使我把头抬起来 为首的落腮胡子 粗暴地扯掉了我的头纱和额尖缀 宁笑道 这女的是个汉人 没准能问出些什么呢 这群突厥人 是出来巡查的小谷游兵 他们把我带回了突厥的大营 几个壮汉把我绑在马厩里 用沾了凉水的鞭子 往我身上抽 他们逼我说出 进朝军队的铸扎地在哪 我来来回回就一句话 我就是个商人 跟商队走散了 才被他们抓到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那群突厥人 依旧不依不饶地认定 我是个汉人 就一定知道 林白宇的大军在哪 这群王八蛋 但凡派出 击队探子出去看看 也比在这揪着我不放强啊 我在马棚里被绑了一天一夜 打我的人累了 就换一个人接着打 我昏过去了 他们就拿放了盐的冰水 把我泼醒 盐水折在伤口上的疼 都快渗到骨头缝里了 我在心里嘲笑他们 像当初萧鱼庵只用了一顿烤肉 就把我拿下了 你们这帮人 还是太弱呀 可到最后 我实在受不住疼了 当鞭子再一次药落在我身上时 我开口道 我招 我知道进军在哪 我带你们去 突厥人用绳子绑了我的双手 骑在马上牵着我 要我带路 我抬头看了看太阳 领着他们往大漠深处走去 那地方我曾到过一次 方向南辨 一起风沙 若困上几天没有水源 不死也得脱层皮 但第三天的时候 突厥人就觉察到了不对劲 突厥首领把弯刀架在我脖子上 逼问我是不是进军派来的戏作 我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瞅着面前的落腮胡子说 大哥 我真就是个伤人 是你们非逼着我带路的 我敢说 你们就敢信呢 突厥首领暴怒之下 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 抽出一支剑 往我尖头插去 艰难喘息间 我感到锁骨处传来 没入骨穴的锐痛 我想喊 却喊不出来 我不想活了 好想痛快地做个了结 突厥人却并没打算就此放过我 他们把我抵在木桩上 让我说出 进军究竟在哪 再听到我又一次说了 不知道三个字后 突厥首领音笑着握住我肩头的残剑 狠狠一转 疼 好疼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剑足在我身体内 弯过骨穴的转动 咸血顺着剑杆 一滴一滴落在大漠上 仿佛开出了血色的花 剧痛中 我的神志在一点点模糊 我想 自己或许是要死了吧 我记起柳先生曾教给我的一句话 身负山河 魂归故国 我只是有些难过 我的故乡在哪里呢 大概就是消于安在的地方吧 突厥人撤退的时候 把我捆了手脚 丢在了大漠里 这里没有水 没有人 但是到了夜晚 会有狼群出没 太阳落山后 沙子很快冷了下来 我蜷缩在沙地上 只觉得浑身发抖 惨白的月亮升至了中天 万籁聚集时 我听见一声长远的狼嚎 划破了夜色 我怕急了 顾部的身上的疼痛 挣扎着坐了起来 周围献出一点两点的绿光 而后在我的四面八方 光点慢慢多了起来 我终于看清 那绿光是狼群的眼睛 十几只狼张着血盆大口 向我缓缓靠近过来 或许他们是闻到了 我身上的血腥味 眼神中闪着 发现猎物时兴奋的光芒 恐惧深深笼罩着我 我不想这么死啊 死后连个全尸都没有 我封了一样的去正手脚上的绳子 可是根本无济于事 我只能感受到 身体里仅存的力气 在一点一点流失 我看到狼王攻起身子 向后退了两步 那是他进攻之前的征兆 我胡乱踢着沙子 无助地哭喊道 萧宇安救救我 快来救我呀 狼王张开利爪 飞身向我扑了过来 我奋力挣扎着 可意识却在身体的疼痛中 渐渐流失 在彻底昏过去前 我看到一只羽剑凌空而来 直穿狼猴 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 一会梦见我在大漠中 被突厥人追着跑 一会梦见萧于安把雪球砸在我身上 一会又看见柳先生手里 拿着书卷在对着我笑 到后来 身体上的疼痛渐渐清晰 我开始能听见周遭有人在说话 那是个奶生奶气的小男孩 他问 阿娘 这个漂亮姐姐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呀 接着一个温柔的女生说 嘘 小点声 不要吵到他了 这个声音 我好像听过的 我在朦胧间挣扎了好久 眼皮才能勉强抬起一个小缝 我好像是躺在一方毡杖里 看装潢 很像是乌孙人的地方 我急于知道这地方是呢 动动手指 碰倒了个什么东西 发出些响声 房间里的女子听到声音 忙跑过来看我 她惊喜地问 你醒了 她戴着乌孙人的发饰 长得却是汉人的模样 是个很好看的女子 和萧于安一样好看 我努力回想着记忆中的这张脸 终是开口问道 招宁公主 是萧于宁救了我 乌孙被灭国后 她带着还活着的移民 在大漠上东躲西藏 落脚的大多在沙漠深处 突厥人找不到的地方 萧于宁似乎很忙 我不是很经常能见到她 她有个儿子 叫小桑木 已经五岁了 那是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 经常会溜到我的帐子里 陪我说话 跟她待久了 我感觉自己 好像也就四五岁那么大 大概半个月后 我能下地了 夜里 我想到外面透气时 却正看到萧于宁 一个人坐在孤月下出神 咦 来 萧于宁看到我 让我坐在她身边 我看到她手里 正把玩着一只竹笛 这是汉家的乐器 在晋朝经常看到 而在这里却不多见 萧于宁低头道 这笛子 是我母妃留下的东西 我嫁过来时 就戴在身上了 我心里有些发闷 我轻声说 公主 你的那封信 我帮你送到长安了 只是 只是收信的人 却并不是你的父亲 他摆摆手道 我已经听说了 大静此次出兵 亲征的是永熙皇帝 雨安小时候 那么不着调的一个人 现在也能独当一面了 萧于宁冲我笑了笑说 依依 这笛子 我很久没吹了 我吹给你听吧 他将竹笛笛在唇下 悠扬的声音 从笛子中缓缓躺出 如季月清风 那是一曲破阵子 既有雄壮高亢 又有绵绵缓歌 道不尽其间钟情 这曲子 我在长安曾听到过的 可从没有一个人 能吹得如他这般哀晚 曲吧 萧于宁将脸埋在双掌间 时声痛哭了起来 我的父亲 我没有一天不再思念他 可竟然连他走了 我都不知道 五年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昭宁公主 把我照顾得很好 又过了十几天 我身上的伤 基本都结痂了 只是整个人 还虚得很 我正在陪小桑木玩的时候 萧于宁忽然 风风活活得走了进来 她把孩子抱在膝上 在我面前摊开一卷地图说 依依 你帮我看看 这地方是不是快凹地 我看着她手指的地方 点点头说 这地方地势是低些 三面都是缓秋 萧于宁宁手指 点在地图上的两处 说 几天前 禁军与突厥交了一次兵 现在两军分别驻扎在这两个地方 我估摸着 就这几天 他们之间便会有一场大战 就在这片平地上 她顿了顿 接着道 到时候 我们得去助禁军一臂之力 让这地方给突厥人送葬 我却有些担心地问 公主 可是咱们哪有能带兵出战的将领呢 自被灭国之后 乌孙的男人死得死 伤得伤 剩下的不是些老弱女子 就是还未长大的孩子 萧于宁揉了揉桑木的小脸蛋 揉声说 我去啊 她挑了下唇角 看着地图上突厥人驻军的地方 眼中尽是蔑视 她道 敢打我弟弟 看我不跟他们拼命 那是个很清透的情业 萧于宁竖起高高的马尾 让我帮她把戎装的衣袋系紧 我搭上最后一颗暗扣 萧于宁深深呼了口气说 我穿着衣服 骑马跑遍长安城的时候 还没你大呢 她俯了俯肚子 颇为忧怨地说 生完孩子之后胖了一点 现在都觉得有点勒得慌了 我不说话 只是笑 她真的是我见过最洒的女子了 小桑木还睡着 萧于宁把孩子抱给我 轻声说 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小姑娘往前冲 在后头帮我看好孩子就行 她在桑木额头上落下一吻 爱莲的滴雨道 等阿娘回来 咱们就能回家了 而后 她提起长剑 召集了战战的乌孙移民 说是要去征战 但这支队伍里 却有女人 有刚成年的男孩子 也有身上带着伤疤的男人 可却没有一个人 脸上的神情不坚毅 他们是在为失去的故土而战 为死去的亲人而战 所有人都无言地 引在沙丘头下的阴影中 大漠依旧沉静如深潭 接下来需要做的 唯有等待 战鼓声是从破晓时分响起的 禁军分三路包抄 将突厥人驱进了 缓秋合围的平地上 天是蓝的 大地却是血红的 突厥人战力渐渐不支 欲从北侧豁口处奔逃 就在此时 萧宇宁将剑锋高高指向了长空 侧马飞驰 率兵 执恶豁口之处 切断了突厥人 撤退的唯一通路 杀生震天的禁军 如一把尖刀 搅散了突厥人的军队 这场战斗 已完全变成了 禁军对突厥的围剿 战士从扶晓 一直打到了深夜 除小撮突厥人 突厥远逃窜外 剩余的主力军 几乎全军覆没 在安排好人手照看孩子们外 我跟几个乌孙姑娘 也一起踏进了战场中 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地方 我在人群中见到了萧羽宁 她身上的战甲 已经完全破掉了 她正高举着火把 指挥着还有力气的人 把伤兵护送出去 看到我 萧羽宁挥了挥手 喊道 依依 咱们的人没大事 一会去禁军那边看看 他们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 我点了点头 穿过突厥人留下的一地狼藉 往禁军的方向走去 我走得不快 肩上的伤还没好利索 我走一段 就要停下来歇一会 禁军这边同样秩序井然 为富商的士兵 搀扶着商兵 往大营的方向走去 有士兵看到我 都很和善地问 小姑娘 多谢你们 助我军一臂之力了 你们是从哪来的 两军合力打了这场胜仗 可相互还没见过面呢 前方的缓秋上见 出现了些火把的光亮 我听见 有个无比熟悉的声音高喊道 对面是哪路有军相助 还请一线真容 我猛然向那个方向望去 拼尽全身力气大喊道 萧鱼安 是我 是我呀 依依 是依依嘛 她的声音在夜幕中 显得那样悦耳 我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迎着她往缓坡上跑去 边跑边 语无伦次地喊 萧鱼安 我跑不动 怎么办 我跑不快呀 身体根本不听我的使唤 我快要急哭了 萧鱼安的身形在火光中逐渐清晰 我看到她高举着火把 侧马从山坡上俯冲下来 身后赤色的战袍在风中翻飞 就像禁军高高飞扬的战旗 就在我力气耗尽快要跌倒时 萧鱼安接住了我 我捧着她的脸 咧嘴笑道 萧鱼安 你怎么那么耸包啊 我都没哭 你哭什么 我感觉到萧鱼安的身体 在微微发抖 她抱着我 却又不敢抱得太紧 仿佛用的力气稍大些 我就会碎掉 咦 我真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再也见不到了 她的眼泪滴在我的颈窝里 冰冰凉凉的 温存过后 萧鱼安扶我站起来 问 姨姨 这次助我们剿灭突厥的 究竟是谁 我张了张嘴还未说话 就听到有人在身后说 是我呀 我转头 看见萧鱼宁抱着剑 站在月色下 姐 萧鱼安愣住了 昭宁公主的目光 落在了萧鱼安搂着我的手上 她玩味地看着萧鱼安 笑道 臭小子 出息了呀 萧鱼安憋红了脸 她在萧鱼宁面前 简直就是支吕顺了毛的猫 萧鱼安嘟囔着在我耳边说了句 她拿着剑呢 我懒得跟她吵 我捂着嘴笑了 我看她就是对赵宁公主怕得很呢 陛下 林白宇的喊声 打破了萧鱼安的尴尬 我看见林白宇打马急驰了过来 她脸上满是血污 若是不说话 我差点都没认出来 那人是她 虽然那些血基本都不是她的 林白宇翻身下马 对萧鱼安行了一礼道 陛下 苏将军那边 又追踪到了些突厥人的洞下 正在找您呢 话还没说完 我却听到身后她的一声响 转头 我见萧鱼宁的剑吊在了地上 她就站在那 正正地望着林白宇 眼底却渐渐蓄了盈盈点点的光 林白宇在看到她的一瞬 所有的神情都凝在了脸上 殿下 林白宇的声音 不受控制地在发抖 哎 萧鱼宁喊着笑答 这时 小桑木却不知 从哪里钻了出来 她粘在萧鱼宁的腿上 好奇地看了看林白宇 问 阿娘 这是谁呀 萧鱼宁飞速抹了抹眼角 把孩子拉到面前 望着林白宇轻声说道 这位叔叔是 是娘年少时很好 很好的一位朋友 他们目光中便有万语千言 萧鱼安拉了拉我的衣角 低声说 咱俩别在这戳着了 让他们单独说两句话吧 我忽然就明白了 林白宇在昏迷中喊的殿下是谁 她求而不得的那位女子 又是谁 那个带领万人大军血战沙场 在朝中忍辱负重 都未掉过一滴眼泪的林将军啊 那天晚上 我看见他哭了 萧鱼安把我接回了禁军的大营 在这里 他看遍了我身上的伤痕 当着我的面 萧鱼安虽没说什么 但后来我却听说 突厥的俘虏被他下令全部处决了 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我也听说了 在我离开敦州城后的这段时日里 禁军都经历了些什么 敦州城破之日 苏昊宁假扮萧鱼安诈祥 却在突厥人戒备最薄弱之时 绝地反攻 既保全了敦州城 又给了突厥一记重创 而后 他跟林白宇里应外合 将突厥均分而化之 各个击破 才有了此次的大胜 萧鱼安把我保护得很好 他不让我操心那些杂事 只让我安心养伤 可日子过得越平静 我的心事就越重了起来 苏昊宁立了如此大功 回长安后定是征兮第一大功臣 家官禁决自不必说 即便是想推他妹妹做皇后 怕也会有许多人支持吧 昭宁公主那么得先帝的宠爱 都没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更何况我呢 可我却不能把自己的优思表现出来 我很想去见见柳先生 问问他我现在该怎么办 但我却发现他并不在军中 萧鱼安跟我说 柳妍这次在访西北 又得到了些有关他那位夫人的蛛丝马迹 他寻访到 他的夫人似乎在与他分别后 淡下过一个孩子 这场仗一打完 他就立刻动身离开军营了 哦 我男男说 仗打完了 大家都在团聚 真好啊 可为什么 我却高兴不起来呢 我与苏浩宁在大营中打过几回照面 他对我的态度转变了好多 见到我时会以军中之力相待 甚至让我觉得 他对我有些尊敬 或许苏浩宁这种人 对信守承诺之人 就是会更重惜一些吧 林白宇奉命去追击突厥渔布 军营中就更没有人能与我说得上话了 白天我不是睡着就是躺着 只有晚上萧鱼安处理完了军务 才会来陪我聊上一会 后宫里那些妃子的生活 得多无聊啊 我得给自己找点事做 不然就真要闷出病来了 我煮了奶茶 想给萧鱼安送去 可走到中军帐前 却得知苏浩宁正在里面 我本想过会再来 可仗中人的谈话声 不经意地飘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听见苏浩宁说 陛下若实在喜欢那女子 封个妃也便罢了 若您真是要一意孤行 立这么个来路不明的女子做皇后 只怕会含了满朝文武的心啊 不论我做了多少事 在那些朝臣心中 终究只是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啊 过了很久 我听见萧鱼安说 你让朕再想想办法 手里的奶茶不知何时翻在了地上 看着那一地狼藉 我忽然就想开了 不是早就打算要离开了吗 犹犹豫豫这么久 又是在留恋什么呢 能全心全意喜欢过一个人 对我这个孤女来说 已经很好了 我回到住处 在桌边安静地坐了一会 细细品扎着我与萧鱼安 在一起的种种过往 末了 我摘下脖子上的柳叶玉坠 放到了桌上 我留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道 萧鱼安 这东西就当陪你的玉班纸了 你留着 当个念想吧 我离开的时候 带走了默默 她也是个小姑娘呀 跟着商队从那么远的地方走来 也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哪 从今往后 咱俩做个伴吧 我牵着默默 走在黄沙古道中 马上就要入冬了 大漠上就快落雪了 遇见萧鱼安后 冬天成了我最喜欢的季节 我喜欢雪落时的清幽 喜欢打雪仗时的欢笑 喜欢红泥小火炉的温暖 可我却忘了 冬天原本是个萧锁肃杀的季节呀 脖子上空落落的 那枚玉柳叶 从我有记忆起 就没从身上离开过 现在他留在萧鱼安那里了 我的心也留在那里了 三个月后 我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行走在沙洲上送起了信 不过 现在有默默陪着我了 突厥人被赶跑后 大漠上的消息畅通了许多 我时常能见到 成群结队的西域商旅 骑着骆驼 悠悠然然地往进潮行去 我的生意也好做了许多 我现在最开心的事 就是以着默默属我 日渐风鱼的钱袋子 我已经打算好了 等我赚够了钱 就去敦州城开一家酒馆 然后就安定地住在那里 再也不四处漂泊了 我不是个汉人吗 到时候我就换上 我们汉家的衣裳 把在长安吃到的好吃的 全都做上一遍 一直一直住在 晋朝的土地上 把那里当作是我的故乡 没了突厥人的侵扰 大漠上的这个新年 过得无比安定 我听说 禁军追着突厥残部 直接打到他们王庭去了 每个百八十年 突厥人估计都爬不起来了 而开春之后 禁军就要班师回朝了 我牵着默默 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正月过后 沙洲上的太阳 渐渐显了暖意 又是一个春意融融的午后 我枕着骆驼 躺在沙洲上晒太阳 我拍着肚皮 不禁惬意地哼起了小曲 可真舒坦啊 就在我美滋滋地快要睡着时 却忽听见有人问道 这位小爷 能跟您打听个人吗 哎呦这眼神 小爷我是个姑娘 不过也不能怪他 天冷 我把自己裹得 已经雌雄难辨了 在沙洲上 大厅人这种事 我常遇到 谁让我见多识广呢 我嘴里叼着草棍 大气地说 问吧 对面的人从怀里 掏出一幅画 展开地到我面前 您看看 这位姑娘宁可见到过 我看着那画中之人 桃花眼 柳叶眉 单纯如鹰 浅寒笑意 我打了个机灵 这个人 不就是我吗 苍了天了 吃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了 我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事 竟惹得人这么兴师动众地 在大漠上找我 我将面罩又往脸上拽了拽 摆摆手闷声说道 不认识不认识 这人我从来都没见过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我去拉默默 想赶紧把这几位温神甩开 可默默今天不知道犯了神妖倔 歪在地上死活不起来 是我喂他的时候没喂饱吗 我有点急了 扛住默默的脖子 想把他顶起来 默默鼻孔里 喷出两股热气 然后他开始啃我的头发 大姐 你今天是真没吃饱啊 我捂着头皮疼得乱叫 默默却丝毫不觉得 有什么不对 从我的头发 吃到了我的兜帽 那几位找我的大哥 觉得我兴许是遇到了麻烦 帮着我要把我从默默嘴下解救出来 两方根拔河似的 一边是三四个年轻力壮的大汉 另一边是鸡肠鹿鹿的骆驼 中间被拔的那个 是我 刺了一下 我的帽子和面罩被扯裂了 青丝散落下来 踢散了满肩 那几个大哥看到我的脸 瞠目结舌地指着我叫道 你 你 估计他们也磨了 从来没见过找人是这么个找法的吧 我什么我呀 我捂着脸 踹了默默一脚 骂道 死丫头 跑啊 我拉着骆驼飞也是地奔逃在大漠上 好家伙 自打突厥人被赶跑之后 我还没被人这么追过呢 站住 我听见身后有呼喝声 混着马蹄声传来 终于 有人揪住了我的后脖领 追上来的人哭笑不得地问道 姑娘 您跑什么呀 我跳着脚答 废话 你们追我 我能不跑吗 一片混乱中 我听见有人喊我道 一一 周遭安静下来 抓着我的几个人 对打马而来的那人抱拳行礼道 侯爷 我睁大了眼 柳先生 妈爷 看把我吓得 我还以为有人找我寻仇呢 柳颜从马背上跳下来 还未站稳 就跌跌撞撞地向我走来 风长扫过的地面 沙土飞扬 柳先生将双手搭在我的肩上 满目爱怜地说 依依 叫爹爹 我懵了 这唱的是哪出 柳先生 也不像是有这种体好的人啊 我从柳颜的双手间缩伸出来 尬笑道 先生 不至于不至于 咱有话好好说 行吗 一言不合 就让我喊爹 这是几个意思 柳颜从袖口间掏出一样东西递到我面前 一 这坠子是我的传家之物 是我当初送给你娘的呀 她掌心中躺着的 正是我那枚从不离身的柳叶玉坠 不过我旋即便识破了她的演技 我眯了眯眼道 先生 是萧鱼安叫你来的吧 我认你当爹 然后 他就能光明正大地收我进后宫 当他的妃子了 你这孩子 怎么就不相信呢 柳先生的眼眶有些泛红 他叹了口气 又从怀中摸出一方小下 拿给我看 纸张的边角有些泛黄 看起来有许多年头了 上面画着的是个眉目清丽的汉人女子 在对着我温柔地笑着 而她的脖子上 也带着一枚柳叶坠子 与我的那一个一模一样 我的指尖附上她的眉眼 不知为什么 明明是第一次见 可又感觉认识了很久一样 柳先生在我耳边温和地说 她叫若若 是我最珍惜的人 不过你不能那么喊她 你该叫她娘呀 我看向柳先生 想起第一次与她相见的时候 莫名觉得她的眉眼有些熟悉 而现在 我终于知道我曾在哪里见过她了 在镜子里 我看到自己的时候 我与柳先生一起坐在沙丘上 听她讲述着与我娘之间的过往 她只能根据打听到的支言片语 猜测出与我娘在敦州城外分别后 她都经历过什么 或许那次之后 我娘没有落在突厥人手里 只是受了很重的伤 或许她想养好伤后去找我爹 却发现肚子里有了我 或许她是想生下我后 带着我一起去长安 却为了给我生命 拼上了她的一切 但无论如何 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刻 把她最真实的定情信物交给了我 都说明 她是很爱很爱我的呀 柳先生看着我说 依依 你跟爹回长安吧 爹已经不年轻了 我这么多年截然一身 现在唯一挂念的就是你啊 我低头想了想说 先生 如果我回了长安 就不得不去面对肖于安 可是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做 我还是没有很适应 管柳先生喊爹 他也并不逼我 只说在我舒服的时候 改口就好了 柳先生回身看了 严与他随行的十几个侍从 将手搭在我肩上说 依依 无论你怎么做 爹都站在你这边 不用怕 你爹好歹也是大进的博远侯 你把天捅出窟窿来 还有爹帮你顶着呢 我眨眨眼 原来有父亲的感觉 是这样的呀 我搅着手指说 先生 我其实 很喜欢肖于安的 只是我不愿意 他身边还有其他人 你说他能做到吗 柳先生思量了片刻 方要张口 可他身后的侍从中 却忽然有一人站出来说 他能 我漠然回首 那个侍从摘下帽子和面罩 露出了他清俊的容颜 萧于安定定地望着我说 依依 我能做到 我站起身来 这满目黄沙 在湿润的眼眶中 渐变得模糊起来 他瘦了好多呀 胡子也不剃 仿佛一下子 就沧桑了许多岁 我吸了吸鼻子问 萧于安 你怎么把自己 折腾成这样了 萧于安走到 默默身边 轻柔地俯着 他的脖子说 你带着默默走之后 沙沙就病了 不管我怎么红 他就是不吃东西 还总对我发脾气 他好委屈呀 眼眶都红了 萧于安接着说 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不打一声招呼 就带着默默走了 你没看见 沙沙都瘦成什么样了 默默要是再不回去 沙沙就好不起来了 我哭着对他笑 问他 所以你这趟来 就是要把默默 接回去的 萧于安也哭了 他胡乱揉着眼睛 可怜兮兮地说 我比沙沙吃得还少呢 要是再找不到你 我也好不起来了 我蹲在地上 捂着脸 一会哭一会笑的 萧于安真是我命里的结束啊 我逃不掉了 他也蹲在我身边 哑声说 依依 我说过 只娶你一个的 跟我回家吧 好吗 我擦干了眼泪 伸手抓住萧于安的衣领 狠狠一拽 我抱着他从沙丘上 一同滚了下去 依依 我听见我爹在秋顶上 大声喊我 可我才没工夫管 他是什么表情呢 我脱下外袍 照在了 我和萧于安头上 风很清 天很蓝 阳光很暖 我们在沙洲上亲吻 萧于安 你看明白了吗 我答应你了 永西五年二月 进军争稀大获全胜 凯旋而归 萧于安在韩元殿设宴庆功 百官列席 不过这次 我不用窝在刘月阁开小灶了 因为 我有爹了 青梅和青杏 一人抱着堆衣服 一人端着一盘首饰 跟在我爹身后走了进来 回长安后 我跟着柳先生住到了 博远侯府 萧于安知道 我与青梅青杏相熟 特让他们出宫陪我 柳先生笑呵呵地看着我说 依依呀 今晚的宫宴 你想穿什么 你自己选吧 我看着青梅怀中 那些红的绿的蓝的紫的 还有青杏端着的那些金的 银的玉的脆的 问他 爹 你这么有钱呢 他哈哈一笑 道 爹不爱花钱 空挣下这份家业 也没怎么动过 以后爹的钱都给你花 惭愧惭愧 我这些年东奔西走 挣下的身家 连根差子棍都买不起 万万没想到 有朝一日脱贫 靠得竟是亲爹之缘 可最后 我还是选了一身 不慎张扬的秋香色长裙 毕竟这么多年 已经习惯花自己 赚来的钱了 太华贵的东西 我实在喜欢不起来 青梅和青杏 细细为我梳妆 说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坐在庄台前 这么耐心地装点自己 我安静地描过细梅 抿过唇指 看着铜镜中那张熟悉的脸 一点一点变得温婉柔和起来 青梅轻性替我晚上发际 我在镜中 却看到柳先生出现在了身后 爹我站起身来 对他微笑 他点点头 一笑起来 眼角就起了皱纹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他 这时却恍然惊觉 他的头发竟都已这样白了 柳先生从怀中取出那枚柳叶坠子 又带到了我脖子上 这东西还是你留着吧 他好像怎么看我都看不够似的 他擦了擦眼睛 对我笑道 我们依依 可真是好看啊 再入朱雀门 我坐的却是博远侯府的车架了 我爹今日兴致似乎颇高 无论见了谁 都要把我拉出来映成一番 依依 来 见过你苏伯父 依依 这位是李叔父呀 依依 过来跟周大人问好 再得到各位同僚 诸如令爱真漂亮 令爱与您长得真相 令爱真随您这样的称赞后 我爹都会心一笑 故作谦虚道 过讲过讲 老夫倒觉得 他还是像他娘多些 我在一旁陪着笑 脸都快僵了 心想 您是博远侯 这回征兮又是大功臣 人家可不得 可尽奉承您吗 不过说实话 老爷子这样 还怪招人喜欢的 从前我总觉得 柳先生天性淡然 原来有了女儿 他也能沾染一身凡尘呢 我爹看了我一眼 一拍脑袋道 哟 依依 你是不是不喜欢 这样应酬啊 你看爹都高兴糊涂了 女眷们在那边 你要不过去歇会 我揉了揉 笑姜的脸 早就想溜了 女眷这边也是一团和气 都是长安城高门大户的夫人小姐 平日里在一起 不是喝茶就是打牌的 此等场合 不正是结交叙旧的好时机吗 我站在其间 有些格格不入 总算有人注意到了我 他们三三两两地停了下来 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或许我的穿着过于朴素了 跟他们比起来 实在显得默默无闻 有善谈地拉我过去 与他们坐在一起 问我道 敢问这位姑娘方明呀 是哪位府上的千金 我答 我是柳一 此言一出 却有一堆人围了上来 柳一 你就是柏远侯爷的掌上明珠 他们唧唧喳喳地问我 身上的脂粉器熏得我只想打喷嚏 这种场合 我应付不来 我正在想办法抽身时 却有一人站出来说 有什么可好奇的 也不怕扰了柳小姐的兴致 我暗自庆幸 想对那人道声谢 抬眼却发现 说话的是苏月宁 我都有点不知道 自己是该庆幸 还是不幸了 苏月宁拉着我找了个 僻静的地方坐下 捞了一把瓜子给我 他边磕边对我说 陛下对你可真好 为了让你名正言顺地入宫 竟给你找了柳伯伯 这么好的干爹 我差点呛着 轻了两下嗓子说 想什么呢 我是亲生的 啊 不是吧 苏月宁睁大了眼 惊诧道 我还以为我哥是骗我的呢 我挑了挑眉 怎么 你觉得我跟我爹长得不像 不是不是 苏月宁往嘴里塞了个国府 说 只不过你这经历 也太离奇了吧 有空可得好好跟我讲讲 我都有些羡慕你了 我狐疑地看着她 这姑娘 怎么好像有点没心没肺的呢 苏月宁看着我笑了 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呢 她吐了口气 漫不经意地道 本来我也没多想进宫 全是是我爹和我哥安排的 要是宫里的女人 陛下都不喜欢也就算了 就怕有个像你这样的白月光 到时候陛下只宠你一个 我可不去受那窝囊气 又喝 我对她高看了一眼 原本以为是针锋相对 没想到却是同道中人 她从侍女手中取来一个锦盒 递到我面前 诺 好歹咱们也相识一场 这是送你的新婚贺礼 这是什么 要是太贵重的东西 我是不能收的 苏月宁却大方地打开了锦盒 从中取出一个小罐子 拖在手中 这是我们西南的辣酱 祝你和陛下之后的日子 有滋有味 红红火火 而后她又补了一句 这罐辣酱可是我亲手做的 你一定要吃呀 我笑了出来 答她 你放心吧 我一定吃得干干净净的 苏月宁满意地眨了眨眼睛 凑近我说 那以后再遇见什么青年才俊 可千万想着我点呀 皇后娘娘收了苏月宁的辣酱 我悄悄溜去后殿找萧于安 她今天穿了好隆重的衣服 戴上免留 我都快认不出她了 见我进来 萧于安张开双臂 把我揽进怀里 很自然地在我额头上亲了亲 我拨开她面前的珠碎 端向着她道 这么好看的脸 干嘛要挡起来呢 我都看不到了 萧于安被我挠得直笑 在我耳边低声说 只给我们一一一个人看 高公公一脸喜气地 奉了两盏茶给我们 我掀开杯盖 发现竟是之前 我给萧于安泡过的花果茶 我探头往萧于安的茶杯里看看 问她 你怎么不喝那些苦了巴基的茶叶了 萧于安喝了一口茶说 若一直苦倒不绝地有什么 就怕哪天尝到了一点甜头 会上瘾的 她掐了掐我的脸 笑道 谁让我的衣衣这么甜呢 以后的日子 我都离不开了呀 我红着脸 打掉了萧于安的手 我可不光是甜 你没看到苏月宁送的那罐辣酱 我还辣着呢 盛大的庆功晚宴 在一片珊瑚万岁的柱岛中开始了 大殿之上 一派功仇交错 酒过三旬 朝臣间开始相互敬其酒来 有许许多多的人来与我爹推杯换盏 苏浩宁也跟着他爹一起来敬了我们一杯 我爹全都来者不拒 他今夜真的是喝了很多的酒 大家都说 已经有很多年 没看到博远侯这么高兴过了 我看到林白宇也端着酒杯走来了 跟我爹寒暄了几句后 他与我坐到了一处 我端起酒杯向他喝道 师父 恭喜了 此次珍惜 他功不可没 如今已是大尽的平息吼了 林白宇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对我说 依依 这杯酒 就当是与你道别了 道别 我追问他 你是要去哪 林白宇浅笑着答 去敦州 我要去那里 守着我大进西北的土地 也去那里守着我最想念的人 我心中了然 敦州 是离萧宇宁最近的地方啊 我抬头看向明堂上高坐的萧于安 他也正在看着我 朝我微微点了下头 显然 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萧于安举起酒盏 摇摇向我敬了一杯 我也端起酒杯 冲着他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坐回到我爹身边 夺过他手中的酒杯 管着他少喝些 我爹开怀一笑 揉了揉我的头说 如今终于也有人管着我了 依依乖 爹就放纵这一次 可以吗 我叹了口气 把酒杯交还给他 看着这大殿上的满目繁华 我想起了最初的相遇 将军出征回来了 他还带回一个怀孕的女子 而我现在多希望 故事的主角能换一换 那个出征回来的将军是我爹 那个怀孕的女子是我娘 六月 乌孙太后萧宇宁回长安省亲 是平夕侯林白宇亲自一路互送的 只是昭宁公主这次回来 并不仅是为了探亲 更为了参加我与萧于安的婚礼 侯府归房中 我穿着大红的嫁衣 坐在庄台前 昭宁公主将一顶凤冠 带到了我头上 萧宇宁双手搭在我肩上 在我耳边轻声说 依依 希望你和雨安 能永永远远地幸福下去啊 那天早上 我爹的眼眶 就一直有些红红的 只不过他强忍着 不在我面前表露出来 可在我上轿子时 他却终于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他拉着我的手 边抹眼泪边说道 怎么刚找回来的姑娘 一转眼 就又变成人家的了呢 一把年纪的人了 哭得跟个孩子一样 在我嫁人这件事上 我爹真可谓是下足了血本 金银琳琅 十里红妆 红绸从侯府 一直扑到了朱雀门去 我坐上喜觉 摇摇晃晃地往工程驶去 长街两旁 百姓的欢笑声 混着吹弹的喜乐 是在对我的音音助导 天界取亲 唯有在这安乐盛世 才是普天同庆的喜事呢 我悄然掀开较连的一角 端向着长安城的街道 路旁的柳树碧绿如喜 万条垂下在风中轻轻摇曳着 染了一尘的清脆 我曾问过我爹 我娘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叫依依呢 他想了想答 或许是源于他曾经写下过的一首诗吧 长安桥边柳 漫夜一成翠 碎碎春复绿 只带依人归 这是他被困突厥最绝望之时写下的词句 字里行间尽是对故国深深的怀恋 轿子停下来 打断了我的思绪 轿帘被掀开 透过盖头的红纱 我看到萧鱼安一身红衣站在不远处 在对着我浅笑 我整理好嫁衣 一步一步地走向他 如今四海安宁 依人已归 今后招募相守 百岁安康